院長林鄭宇及相關人員繼續答覆說明 另有委員林具縣提出市面諮詢決定 1.報告局審查完畢 2.委員首提市面諮詢列入記錄並刊登公報 3.對委員諮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與市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1.2之內創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但委員領行執政期限者重啟指定 通過臨時提案一項宣布完畢 請問各委員對於上次議事務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我們就確定 那今天的議程是邀請教育部政務次長率體育署長列席專題報告 政府如何因應體談多勢之秋並備諮詢 那今天會安排這個專案報告 主要是因為里約奧運之後發生 第一個不僅成績不如理想 然後又發生有金藥風波 然後又有霸賽風波 然後又有廣告代理問題 然後回到台灣以後又有單向協會的這個 那個理事長要集體重吃 那台灣的體談表現已經不是很理想了 那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的風泡 那我覺得很多人都很關心這個議題 包括本委員會黃國素委員也提這個 體育團體法要做修法的問題 所以今天特別請教育部來做專案報告 那也希望次長跟署長就這個議題多做發揮 那我現在首先介紹我們在場的委員 那有柯智恩委員 還有蘇巧惠委員 那今天教育部是蔡次長來做代表 歡迎蔡次長 那其他我就不再一一介紹 那我們現在就請蔡次長進行報告 報告時間五分鐘 好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大家早 那今天非常榮幸應我們教育文化委員會之邀 那麼前來報告政府如何因應體坦多士之秋的一個專案報告 並聆聽委員的酌見 那麼審感國人對於體育改革之殷切期盼 那麼在此呢 那麼緊就相關的議題問題及未來改革的方向及內容 向各位委員提出專題的一個報告 那麼也請各位委員繼續給予指導及支持 讓我國的體育運動事業可以更進一步的向前邁進 那在這邊也請教 請市主席 接下來的一個報告的話 是不是可以請署長來進行 沒問題 是 謝謝 我們給署長10分鐘時間好不好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夥伴 我想呢 這一次的奧運會 我國獲得一金兩銅 在207個參賽國家及地區中 是名列第50名 當然也有7個運動項目選手挺進了前8名 在參賽的項目和獲得參賽的人數是突破了以往 但是呢 當然和我們原來所設定的所謂的三金兩銀一銅的目標是有差距 那當然在這個期間發生的教練領選 協會贊助契約 選手村飲食竟要爭議這些問題 確實我們也認為需要立即做一些改革和檢討 那底下呢 就這些問題以及改革策略呢 向各位委員做報告 第一個 我想 網球選手謝淑薇因為不滿教練的 零選制度及賽會期間溝通的問題 而退賽 那這次的事件發生在奧運 將開幕之前 所以對奧運代表團備戰以及團隊士氣 確實是有一些影響 那當然我們檢討基本上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 輔導協會要強化資訊公開的透明 應該建立網路的平台 秉持公開化透明化等原則 並要提早來公布 以維護教練選手的權益 確實做好雙向溝通的機制 第二個 對於獲補助的優秀或具潛力的選手 參加重要的賽事 應明定相關權力義務 對職業選手 應該要訂定參賽補助的規範 所以 健全的教練及選手的領選制度 是必要 而且應該繼續來處理 第二個部分 就是 避免協會和選手贊助合約 在衍生爭議的時候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樣的 有一個積極協調的處理機制 我們認為 應該要輔導協會參考國際慣例 及維護選手潛意的原則下 建立具有共識性的一些規範機制 藉以創造選手協會 贊助三贏的目標 另外 針對教練及選手 如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將建立申訴與設立仲裁的小組機制 來保障教練選手的權益 所以如何完善協會 贊助合約合理規範機制 是我們第二個要處理的 第三個 就是說 對於我們這一次的賽會 交通和善使問題 當然在過去 我們在選手村是有蠻多的限制 那這一次呢 我們希望說讓選手 不管是在交通的部分 在飲食的部分 也希望說有一些比較好的一個 讓選手得到比較舒適的一個機制 我們對選手是可以給這個募款 來給全數享有商務艙 但是對教練的部分 因為比較慢一點 而且我們的募款沒有那麼多 所以呢 對教練要 及時的給他們全數搭商務艙 確實是沒有完全達成 而至於飲食的部分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參考日本的 韓國的一些機制 他們在這個競賽選手村外 他們有設立這個聘請一些廚師 在他們的相關的訓練中心裡面 設置一些餐飲區 來提供給他們調節 這個也是可以做一個參考 第四個部分 針對禁藥檢測的時程和教育宣討的問題 這一次的奧運 實際上我們也有部分的選手 他本來就是有奪牌非常濃厚的機會 但是也因為這個賽前實測檢測的時機 以及檢體送國外藥檢實驗室檢驗 未能有效掌握 那對於這個有些選手的生活管理 營養品及飲食的監控呢 我們也沒有真正的完全落實到 所以呢 這個未來可能在運動靜藥檢測的時機 檢體送檢以及建立標準管控作業流程 做好選手生活管理和加強禁藥宣導的教育工作 必須做一個強化 第五個部分 針對健全體育運動團體組織的運作效能的部分 當然這個協會組織目前依照我們人團法的規範 只要三四個人就可以組成 協會容易用人頭來做一個組織的壟斷 另外還有關係人的利益迴避監督管理制度等 我們也提出了全國性體育運動團體組織效能強化的一個方向 在這裡呢也特別要謝謝我們蠻多的這個委員呢 提供給我們這個公聽會的機會 提供給我們很多正向的建議 我們也都會納進去到國民體育法的專章的修訂 以及體育團體輔導考核辦法的研修 當然我們的整個方向上在四個方面 第一個組織開放化 考量體育運動團體的特殊性 應該跳脫人民團體法的規範 策略包括提升體育運動團體的團體會員比例 納入地方團體會員 以及呢在設相關的公益理事來做一個監督 其實呢輕等的迴避原則 值錢利害關係人的迴避原則 以及我們希望不是只有我們全國性的體育運動團體 地方性的體育團體也同樣的要管理 所以授權地方政府訂定輔導管理法規 第二個是營運專業化的部分 體育運動團體應該領選經營或運動的專業人士 來擔任重要幹部 設立專業的組織 向選訓教練裁判具例委員會 國訓中心建立會晤標準的話流程 而且呢 教練選手領選的制度 及培訓計畫等重要資訊 要適時辦理公告 設立仲裁小組 涉及選手權益的部分 應該要讓國訓中心推建 這個運動項目的選手來參與的機制 第三個部分 是財務透明化 建立整個財務這個集合制度 或者會計師查核簽證制度 公告年度的預決算 及政府機關補助的經費 這樣反而可以讓整個社會取得公信 而且讓企業願意捐贈到我們體育運動的發展上 第四個部分 在績效考核的客觀化方面 我們現在雖然有訪評制度 辦理定期或不定期的輔導仿式 但是在仿式和這個辦理補助的機制的結合上 可能我們必須再更進一步的強化這個機制 但是又要避免對選手的一個補助的機會不能夠中斷 所以怎樣建構這種績效考核 客觀化 而且和補助的協會的機制 要怎樣一個周延的辦法 必須馬上來處理 第六個部分 要特別報告就是 國際的賽事觀眾爭議事件的處理機制 近來在國內辦理國際賽事 或因主辦賽事單位的處理不當 或者是因為部分觀眾行為 影響賽會的這些事件 而引發國際的關注 也損及了我國的國際形象 或招致協會被相關的處罰 部裡面也召集了相關的單位 來共同研商 訂定了所謂的 因應國際賽事觀眾爭議事件的 處理作業檢核表 我們希望說這個檢核表發布之後 除了我們大力的宣導 也請各個協會 應該要按照這個檢核表 納入整個SOP作業原則 來執行各項檢核工作 相關的教育宣導工作 避免這些爭議事件 衝突事件在發生 第七個部分 要強化我國參與帕運行政效能 這一次的帕運會 因為代表團的選手服裝 和主委會的規定不符 經採取補救措施 並通過大會的復檢後 我國選手才能順利參賽 我想這是我們在整個行政作業處理上 廠商的制定的相關的服裝 和大會的規定不符所造成的 我們將持續輔導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對於整個行政處理的作業 或者相關體育服裝團體服裝製作事務 應該注意的事項要去注意 以免影響選手參賽的情形 那當然最後我們里約奧運 前後所發生的各項體壇爭議問題 我們也感受到社會各界 對體育運動團體改得的高度期望 也剛好趁這個時機 我們必須立即的處理 政府對於這些問題將會嚴肅以對 並視其為重要改革的契機 部裡面也已經啟動對單項運動協會 財務收支等相關處理情形進行查核 同時也著手研修了全國性體育團體 輔導及考核辦法的草案 相關的財務集合制度及透明機制 也納入了這些辦法來研修 明定了體育團體 因辦理會計師查核簽證 這個辦法我們已經通過了法規會的審議了 我們預定在10月7號就要辦理發布實施 另外我們研修了國民體育法修正草案 這個訂定有關體育運動團體的專章 那這些草案也初步擬定了 我們規劃在10月20號前辦理草案的預告 12月20號前由行政院來送立法院審議 希望藉此能夠仿造體育先進國家成功的經驗 配合國情來打造一個更有效力 更具良善治理的體育運動團體運作機制 在未來我們希望在因為這個環境的改造 而且讓我們的整個體育環境 帶來一個新創新發展 使我國在世大運 亞運 2020東京奧運 以及其他未來國際重要賽事 都能夠有優異成績的表現 以上報告 請各位委員指導 謝謝 好 謝謝書長口中報告 那我們現在進行尋找 本委員會委員質詢時間10加2 列席委員質詢時間8分鐘 發言登記截止時間為上午10點30分 委員如果有臨時提案請於質詢結束前提出 處理提案時若提案委員及連署委員均不在場原理不予處理 首先請發言登記第一位蘇委員巧會資訊 主席好 我想請署長 署長請 蘇委員好 署長長 署長 在進入質詢開始之前我想先問 署長有開車嗎 有 有開車喔 是 那想必你經過那個測速照相器的時候 應該會慢下來嗎 是 為什麼 避免被罰 避免被罰錢嘛 1200、1800也都是錢 其實賺錢不容易很痛嘛 是 所以為了怕被罰錢 所以你會慢下來 好那今天署長我想問 如果有一支測速照相器 它只拍照 但是你知道它根本不會罰錢 這種也有 你會慢嗎 應該不會吧 通常是不會啦 通常我很守法 我知道啦通常守法 但是基本上 我如果知道這支測速照相器 只拍照 但是我知道這支是不會罰錢的 不會寄通知單 我就不會慢下來 好 署長你剛剛也這樣講了齁 那這就是我今天要問你的問題 署長我今天看到您這份報告的時候 為什麼請你不是請次長 因為我相信這份報告是你寫的 好 所以呢 我看到這份報告一開始 我是覺得喔 不錯 我們真的有改革的決心 把問題都列出來了 從形式到內容都是 但是呢我繼續看下去以後呢 越看越覺得還是有一點遺憾啦 為什麼呢 因為署長 我們的問題雖然花了九頁洋洋洒洒 通通列出來 但是我們看到它對應的方法 其實蠻可惜的耶 因為我有整理過 我們下一頁齁 你在這裡面所有提出的辦法 雖然有前後文 但是你今天提出的都是輔導輔導輔導 你所有的方式其實都是輔導 這是我看到第一個最大的問題 你所有的問題都列了 但你能夠做的事情是輔導 請問過去我們沒有輔導嗎 有 但是不夠強 不夠強 為什麼不夠強 所以你是一隻只會拍照 不會罰錢的測速器嗎 這是我們的體育署嗎 這個基本上就是說 法所授給我們目的事業主管機閣官的這個 權限不夠大 法人不夠大 好署長記住你現在這句話 因為等一下這個會繼續追問下去 我今天我覺得我們齁 洋洋灑灑這麼多問題裡面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在協會 所以呢 今天的問題 協會 國家和選手 這三方面的關係呢 到底是什麼樣的權利義務 其實在所有的問題當中 這是最大的 你也花最大的時間來處理這個部分 可是 署長你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今天協會如果沒有遵守 如果他對選手的權益有所侵害的話 體育署有什麼樣的罰則可以來處罰他嗎 有什麼樣的規範嗎 有什麼樣的制衡手段嗎 是 基本上我們現在人民團體法裡頭也有相關的規定 如果他有違反相關法令 或者是我們做相關的查核規定不符 對他們的協會 我們一樣可以有這個領導人請他們停職 或者說解散 那為什麼現在都沒有做 這個因為是這個 還有之後你等一下的規定是怎麼樣 是 好 我覺得你在報告裡面也有寫到 其實我們對於現存的協會 我們該肯定的還是要肯定 有很多協會的理事長真的是出錢出力 而且盡心盡力把他這個協會帶的 讓選手有很多的保障 甚至理事長個人還成為國際溝通的重要管道 這個我們都承認 但是呢確實一定有壞的協會 所以我們今天才需要做這個討論 那這些好的協會如果有好的制度 我相信他們一定願意遵守 但是我今天就從各個協會的章程 我去檢視這些協會所有的章程 其實從這個協會章程裡面就發現很多的問題啊 第一個是協會代表性的問題 協會做為 往往做為我們是國際的唯一窗口 那這麼重要所有的選手要參與國際的賽事 都必須透過這一些協會 但是我想請問體育署 這些協會它為什麼 為什麼會是這一個協會成為我國 參與國際賽事唯一的團體 那它的代表性夠嗎 一定是不夠啦 因為你在第14頁的時候 也是說要增加團體會員 來增加它的代表性 好所以法員依據代表性夠嗎 還有就是我剛剛想請問的 如果這個協會做的不好 政府有權可以解散這個協會 再組一個嗎 是內政部還是教育部 你剛剛回答是內政部 那你有想要把它拿回來嗎 基本上當然我們 國內的這個單項體育運動團體全國性的 它對應於國際性的這個奧會 或者是單項體育運動團體 他們之間也是有一個連結的關係 署長這個我們都知道了啦 我要問的是說政府有權可以解散嗎 強化自主性問題 強化自主性 好我今天就是問你說 如果他做的不好 我們有權可以解散他嗎 現在有嗎 你提出的草案有嗎 我們現在的部分就是 可以直接也依照人團法的相關規定 我們曾經做過哪一個例子嗎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那你有覺得哪一個應該有嗎 你可能現在在這裡不方便說啦 那未來的規範會回到教育部嗎 你的設計裡面有這樣的規範嗎 實際上就是說美國 他們有一個規定 不要講美國嘛 我們現在在講的是你提出的草案內容 它可以有另外一個替代的機制 如果說我這個協會不行 有另外一個協會可以替代哪的話 也有這種替代的機制 顯然你如果有很明確的答案 你就不用在這裡繞了啦 應該就是還不完善啦 那其他的還有包括人事問題 我們的理事長喔 現在理事理事長都可以連選連任 但這個問題連任的部分 有需要被限制嗎 我沒有一定的答案 但你覺得咧 我們的態度是如何 目前我們認為 就是說依照人團法規定 它是有兩任的限制啦 還是有兩任的限制 好喔 所以未來我們的草案 也會做這樣的限制嗎 我們原來在本法沒有規定的話 它就適用人團法的規定 處長我覺得這種速度 我們今天都是 資料這麼厚一點喔 這樣才問完了兩頁而已啊 那對啊 人事資料 我相信其他委員一定也會 因為大家要問的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人事的部分喔 我還看到有一個協會喔 第七條規定 全級協會的第七條規定 個人會員要身心健康 身體無身體缺陷 才可以成為會員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這個可能判 好那你有去查核嗎 你有去輔導嗎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財務的問題喔 在過去101年到105年 體育署補助了亞奧運的單項協會 快40億元 那我們有看過這些協會的財報 和理監視紀錄嗎 這些有嗎 那你對於這些財務報表的監督 是監督了哪一些呢 所以日後的草案 這一些我們都能夠有好的積合制度嗎 這個你看你頭點的這麼快嘛 可見的剛剛這些都沒有嘛 所以有的你就回答得這麼肯定 所以我剛剛問的都沒有答案嘛 因為過去是依照人團法 所以我們等於是一個鬆散式的管理 那目前未來我們在 為什麼要訂定在國民體育法專法的部分 就是強化這種密度的管理 這些剛才委員所提的 我們都會納進去 好然後這些項目你都有納進去啦 然後呢我再告訴你其實還有其他的啦 就是現在協會和選手之間的關係 協會是可以懲處 我們按照實務上的經驗看起來 現在協會是有懲處選手的狀況喔 不然不會發生與協這樣的爭議事件嘛 那甚至以前棒協的時候呢 因為協會還可以有各種強制手段 徵招球員出賽 比如棒球的時候曾經出現過 協會為了國際賽而徵招選手出去 這個選手甚至因此受傷導致不可逆的這個狀態 那這一些作為你有什麼樣的機制呢 所以重上齁 我的時間真的已經要沒有了啦 重上這一些規定 我確實看到署長都有注意 但回到我剛剛說的最重要 你今天我們看到你這個 國民體育法的修正草案 也是未來的體育運動法 你在第34條到39條 總共有6條 你就這些問題做了規範 也就是你報告裡面 14頁到16頁寫得這麼清楚 但是回到我一開始說的 署長 6條裡面 我完全沒有看到有處罰的規定 一個只會拍照 不會罰錢的測數器 人家會怕嗎 是 我們這個部分 因為也在請這個政大的 你10月20號就要提出草案 我們也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目前在檢討 也是會把這些相關應該處理的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會依照這個 應該有的時程去處理 那委員的提醒 我們絕對會把它注意 你覺得這重不重要 重要 沒有測速 測速沒有拍照 這也是我們最感痛苦的地方 所以你在10月20號提出來版本 確實就是沒有罰則的嘛對不對 10月20號前會有 10月20號前會有 我們現在還在修 還在滾動修正 那你今天這樣提出來報告 也沒有針對這個方向 讓我們能夠理解 那這個報告不就是一個不完整的報告了嗎 因為這個法的修訂是必須要很慎重 而且我們必須和相關協會在溝通 署長 你去問任何一個人 他都會告訴你 罰則是所有人裡面最重要的部分 因為我要知道 我到底要遵守什麼樣的規定 我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這個部分如果沒有提出 我認為這個草案是不完整是失敗的 我在這裡特別叮嚀署長 未來提出的草案 如果要送到院會來的話 一定要有這個部分啦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我想利用剩下的時間 跟你討論一下我們的這個帕奧的部分 從帕奧來看台灣 署長 其實台灣現在的身心障礙人口 已經有這個超過總人口數的4.92 但是呢 我們這次雖然也有獲獎 但是跟第一名第二名的中國和英國 實在是差距太遠 那中國呢 他已經是把這個當成 把這個殘障身心障礙者的這個選手 他變成是職業選手來對待 有最好的場館 最大的 全世界最大的場館就是在中國 但英國呢 他沒有那麼大 可是他有創意 人家他有一個方法是 他只要任何一個國民 他輸入了他們的郵遞區號 可以找到附近適合身心障礙者運動的健身中心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身心障礙者往往不是 他雖然很多人不會去運動 可是他最大的問題是 不知道從何開始 所以大國有大國的做法 小國有創意的做法 那請問我們做了什麼呢 在這個部分我們做了什麼呢 我們現在也預備在北部地方 建立一個適應體育園區 所以只有一個地方 另外就是我們的國民運動中心的部分 我們也行文了給各個縣市 針對國民體育運動中心 應該針對於身心障礙的人 給予他們有一些特殊的處理 署長我在這裡就是提醒啦 提醒你 我們其實可以有更多創意的做法 讓更多的身心障礙者 可以參與運動 真正達到全民運動的效果 那至於已經是選手級的 實在是應該用職業選手的態度 來對待他們 我們才可能有更好的成績 也可以鼓勵大家走上這條路 比如說在學校體育的部分 署長知道 這個次長可能也應該知道 我們的國立體育大學有應試適應體育學系 適應體育學系 他每年有學士和碩士班畢業的學生 他原來就是應該要去各級學校 教導身心障礙的孩子 可是現在沒有任何一個人 就業率是零 沒有任何學校是用到這樣畢業的學生 這一點我要特別請教育部這邊注意 不然的話成立這個系沒有用處啊 這個謝謝委員提醒 署長我希望你速度快一點 我想其他委員應該也會有同樣的要求 今天真的很重要 謝謝署長 必要是再拜第二次專案報告 好我們接著請柯智恩委員 好我們請署長 好署長請 柯瑋瑩好 署長早 你大概昨天沒有睡飽吧 你今天應該戴頭盔 戴穿防彈背心的 我都很難得看到我們炒會委員 第一個就是這樣子炮火十足了 所以你今天就整個備戰吧 我想大家應該是對於 體育的要求應該是期望非常的高嘛 應該的 我們今年是有五十九位選手參加 十八下 然後呢我們得到 過去你是提到就是說 三接二零一同嘛 是 現在得到一金二同 署長你滿意嗎 當然沒有達到我們設定的目標 對我而言是不滿意 但是我必須要肯定所有選手 當然當然每個人都會想要得獎 這個獎牌 這是無庸置疑的 只是我們到底怎麼樣去做 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那我要提醒署長 當然我也看到你的報告裡面 分析出很多的問題 但是對於你的解決方式呢 我還是覺得我也非常有大的意見 包括呢 你覺得你剛剛所呈現這些問題 難道就只有今年奧運的時候才出現嗎 我們不是只有第一次參加奧運喔 對其實過去都有啦 那包括就是我們講說協會的人頭 這個來掌控整個他的選舉 這個太多了 我想只是提醒署長 我給你一份報告 2013年吧 就是103年12月27號 你那時候就曾經針對我們這個問題 我國參加2016年 里約奧運選手參加的一些實施計畫 你知道你設定一個多完美的計畫嗎 你裡面寫的計畫裡面 包括藥物的檢定 包括選手很多的那個食物的管 包括倉位 包括你所有的部分 全部條列在內 你今天所提到的所有的問題 在2013年你的報告 全部一一呈現 結果呢 如果你好好去做這樣的事情 你早就預測會有這些問題 如果這三年來你們好好去做 署長 體育署不是才剛剛成立的 你是102年才改制 之前是體委會的時候 你的人員全部都是一樣的 你三年前就提出所有的計畫 結果你今天所檢討的問題 跟你三年前所提出的問題 是一模一樣的 你難道是做我們比賽嗎 署長 不是 其實有些事件的發生 並不是在我們 比如說相關這個選手 和這個協會之間的 那你這樣也是 那我們今天不是白開的嗎 很多事情不是 不是你可以完全掌控的 你三年前告訴我 跟你現在得到的結果 是完全是落差 所以你今天告訴我們的檢討報告 到了四年之後 2020年東京的奧運 我們是不是也期待 又再一次的檢討呢 絕對不會 你憑什麼保證 這部分裡面有關行政效率 我們都不要去講 你包括什麼倉位 這個什麼 什麼什麼經濟倉 所謂的商務倉 這早該就應該 就應該是定例好的 你現在所有的題目 都告訴我們說 因為來不及 因為如何如何 和組長 這些都不是在藉口 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保證 我們今天時間都非常有限 太多體育系的問題 我也一大疊在這個地方 太多問題 你是不是可以保證 這些所謂行政效率的問題 不要再去發生了 我可以條列出來全部給你 第二個我們再來說 協會問題我想等一下 會有非常多委員跟你討論 我只針對一個 協會裡面有很多人 其實得到非常多政府的補助 目前補助最多的是哪個協會 棒球 棒球還有呢 這個網球 還有 雨球 我們現在這三個 我們大概會有很多人 把焦點放在這地方 我現在就哪一個 我們所謂的跆拳道好了 跆拳可以說 是我們目前所有的 大家所期望的 那時候我們也看好 最多人 來做這個部分 結果這件事情 零來當作是一個終結點 到底為什麼 這個總教練 為什麼零錢一直在換 一直在換 這個問題到底在哪裡 可能 因為基本上 我們是認為 這個教練團之間的聯繫 還有 這個教練的相關的 他的一些理念認知 在處理這個選手 難道我們體育署 沒有任何的責任 可以介入來做處理嗎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來說好了 從2014年 人川亞運完之後呢 你們就解雇了 這個伊朗的教練 這個瑞薩 那這個瑞薩呢 竟然在這個亞賽辦人去 不過直到他兩年不到 他就可以獲得了一斤兩銅 就是等於我們今天 全部的一個獎牌數 更不要說 今年呢 幫助這個月旦 達到史上第一個 跆拳的部分 也是我們台灣的教練 這叫張文斌 是 這兩個這麼好的教練 幹嘛 全部把它放手給別人去用 為什麼 這個瑞薩他是自己不願意留下 那為什麼嘛 據說他對選手也非常的好 這裡面一定有一些的原因 他沒有訓練我們的選手 而且他在我們這邊 我跟他不認識 我是從資料裡面來 所以就完全可以暴露 你們在教練團的這個部分裡面 一定是內幕非常的多 署長難道你不需要去看一下嗎 當然是有部分的問題 但是也牽涉到一些待遇案 他家務式的問題 所以 所以這不是你所能夠 你能夠干涉的 有些是我們沒有辦法 我只是強調說 體育署還是最高的一個單位 我隨便只是舉出兩個的 這個部分裡面 包括你們選訓委員會 如何組成 誰當召集人 這些從頭到尾 我們都聽到 不管是耳語或是公開的 所以這裡面的所有的問題 署長 你今天到 今天立法院 今天這樣一戀的炮轟之後 我相信你應該記憶非常的深刻 所以跟過去的作為 應該很不一樣了 我還是強調 要有一些改革的做法 一定要有 不是要有 一定要有 好不好 然後這第三個我們特別提到 這個所謂的這個協會的 應該是做強化 你也知道嗎 我們現在不能用外行人 來領導內行人 這個部分 你剛剛也特別提到的 他的整個登記在內政部 可是他整個事業的部分 都是由教育部來做處理 然後你難道覺得 你只是提出一些所謂的 體育團體管理辦法 這樣就可以了嗎 你覺得這樣就可以了嗎 不只是在這個辦法裡面 我們有福島基金管理辦法 另外一個就是在本法的部分 牽涉到他組織人 好我現在只問一下 你有沒機會把人團法 稍微改變一下 因為把它變成由教育部來直接管轄 因為他畢竟跟體育署的關聯非常多 他是對外的單位 他說到國家非常多的補助 難道沒有辦法嗎 可以啊 基本上我們為什麼要在國體法定定 他就是人團法的特殊法 所以你已經完全想到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在人團法 他沒有辦法強力密度管理的部分 我們就應該在國體法有專章 反正我還是認為 這個部分完全 我想等一下會有很多人特別提到 包括罰則的這個部分 你一定要嚴格的把它放下去 否則你這樣定了老半天 我們43條是有定了 但是他的強度的處理 我想我們還可以再更嚴密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今天所討論的重點 不是就是希望我們的選手 能夠得到最好的照顧 最好的訓練 然後能夠讓他 可以在未來的這個奧運上面 可以發光發熱 不是嗎 我們來看一下嘛 我們的國訓中心嘛 署長這個真的不是什麼時候 這是上個禮拜才拍的好不好 你看看我們的選手的 各位看一下 我們選手的這個 四個人的一間的房間 我們的這個浴室 我們這個櫥櫃 這是我們的國訓中心耶 署長你這個給別人看 敢不敢不敢不敢看的 這是上個禮拜拍的喔 確實是真的和其他國家相較 是簡陋 問題是我們蓋了15年的國訓中心 蓋了15年的國訓中心 被監察院糾談了兩次喔 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辦法喔 還是給他們這樣的待願 難怪謝淑偉的爸爸說 這跟這些平民窟一樣 還要不要告訴很多國家型的教練 也說你給我們這些選手是這個樣子 而且據說裡面的食物 一年到頭只有七八樣菜 欸署長 幾年後來吃七八樣菜 吃到尾你難道不會變菜色嗎 我們的 臉都會變菜了 飲食的部分有做很大的改善 從國訓中心改制法人化之後 沒有 署長我要告訴你 我調出了105年 從1月到8月 整件運動設施的預算 達成率0.58 不到1耶 不是國家沒有給你錢耶 只是你的質詢率只有0.58耶 這是怎樣 這個跟委員報告喔 因為這個我們的整個的計畫的推動 要分一二期 那因為又牽涉到我們的這個政黨的輪替 所以相關的計畫的修正 這個計畫 這個錢就像我說的 我就在上個禮拜質詢的 你們的竟然是簡列 105年有關於這個 國家運動園區的整體興建 跟這個人才培育計畫 你們簡列的五億多 林全院長還搞不清楚 他說因為已經完成了 問題是你如果完成的話 那請問我們的成品在哪裡 如果你已經完成的話 成品在哪裡 我們的國縣中心蓋好了嗎 主要就是有兩棟 球類館聚集館 還有室外的相關的設計 那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沒有蓋好 很多東西沒有蓋好 你為什麼不再編列預算 而且你的預算 你告訴我們 你從106年沒有預算 107年才是70年 你這樣意思告訴我 那是二期的部分 不管是一期二期 總而言之你已經拖了15年 我還管你一期二期 我只是說你這樣延宕下去的話 明年沒有任何預算沒有錯吧 106年沒有任何預算沒有錯 107年才有可能開始 你怎麼可能 2020年在我們進去東京奧運之前 你可以讓我們的選手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石吃住的地方 沒有一個好的硬體設備 你怎麼期望他們有辦法 能夠上場去去跟我們這樣子 衝鋒憲政去作戰 我們這個部分當然會加速 你怎麼加速 你告訴我你怎麼加速 這個你們所條例 你們要把它簡列 是不是沒有錢就可以不用做事 不是 那你幹嘛不憋 因為這個預算法的規定 要先經過這個計畫通過之後 才能夠編列 我們以前立法院在之前 就已經給你很多的預算 你有沒有要求部長去做溝通 去做協調 如果這這麼重要的話 每個人在於體育立國的這個地方之法 而且蔡忠祐也特別提到了 他要強力的推動 那你們竟然在這個狀況之下 好好的移動 可以不管你一期二期 我不管他 而且你一期完之後還要再看 然後再看二期 你不覺得已經拖延這麼久 就像監察院給你們的一些報告當中 他認為你們猶豫不決 才會造成過去15年 當然不存在只有你要承受 前任的一些的委員 署長都需要承受 但是我還是強調 你們有什麼可能 大膽的告訴我們說 2020年前 這些東西都可以給我們選出 最好的一個硬體設備 沒有人是怎麼做事情 不可能嘛 署長對不對 這一定會把它變成 你現在都沒有 你現在是零 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在2020年前 一定會完成宿舍的改建 我告訴你 你不要給我打這個包票 怎麼可能 2017年才有預算 可能要進來 2017 我們現在已經完成細部規劃了 細部規劃 然後你到底完成率多少 你的完成率是很低 你那個整個運動園區的完成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你還是讓我們的選手 住剛剛我看到的那些 沒有錯吧 剛剛我住住剛剛看到的那些的設備 你怎麼會期待他們可能會有好的結果嘛 這教練也看不下去 每個人都看不下去了 然後你們還在告訴我們說 我們非常關照體育選手 我們非常如何 這句話怎麼可能跟你的事實的行動完全放在一起嘛 所以署長人家生氣其實有道理的嘛 我們會特別請我們行政院相關單位來協助我們 怎麼樣的協助 我現在絕對不會被你這句話給糊嚨的 我還是告訴你 沒有錢就沒有辦法做事 你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計畫如果能夠及早通過 我們就沒有問題 那你難道不能叫部長好好去溝通 還要這個部分嗎 不會啊 部長也有去跟相關部會溝通 我也不知道 2020年我也不在這裡了啦 所以我們到底怎麼樣來兌現這樣的一個承諾 我只告訴你什麼時候施工我們就可以看出你有沒有機會 照現在以目前的立場說 署長我還是大膽的說 真的是非常的悲觀 我們2017年一定可以開工 那為什麼不要現在呢 因為牽涉到製作還沒通過 那就是因為你們的計畫根本沒有好好去編 我還是認為說你們就是應該編計畫 你們根本沒有編錢 就是把他不坦白做的事 我還是這麼認為 署長 好不好 還是加油啦 是 謝謝 謝謝委員 你真的糊弄我們委員 這個行政院還成立體育發展委員會 這個7月12號就成立了 對不對 成立之後到現在為止 連個國訓中心都要弄到 2020年 這個體育發展委員會是假的 好 我們現在請這個吳智陽委員 呃 主席有請署長 署長請 吳委員好 署長好 是 我從來沒有看到蘇巧輝委員 跟柯智陽委員講話分貝那麼高的 所以真的惹夥他們了 那今天我們這個題目面向很多,我們先從奧運來檢討 說實在你這個報告我覺得寫得還不錯,問題都有點出來 但問題是解決的方法要再細緻一點,而且要有強制力,要壓時間 好,我們第一個我覺得這一次奧運,我想不以成敗論英雄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你們的確沒有做好,就是最基本的選手出賽的狀況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人,當然謝淑薇是一個狀況 因為他好像從6月29號其實就已經有一些跡象 那在中間其實有很多可以溝通的一個狀況 何以演變至零賽退賽,那這是一個 第二個,我想這中間他有很多這個臉書的發言 我想我就不在這邊贅述 我覺得我整個看下來以後,有兩個人 這個是謝淑薇是他自己的決定 有兩個選手的狀況,你們根本沒有在乎 一直到人都已經到了里約,居然沒有辦法比賽 一個就是莊家榮,我覺得大家不是很公平 也許是他個性比較沉默 整個比賽我覺得最倒楣的是他 你們這個檢討報告也只講說是導致另外一個人 他也是一個選手耶,為什麼沒有人從他的角度去看 什麼時候知道他的搭檔可能沒有意願要打這個雙打 從那個時候,你有沒有以莊家榮的角度來想想看 有沒有補救的方式,你不能老是期待謝淑薇最後一刻還是要打 萬一他不打怎麼辦,這是他的權利嘛 那另外那個人的權利呢,莊家榮的權利呢 如果這樣子講的話,我請問署長 什麼時候開始知道謝淑薇有可能不打雙打 其實到7月20號,他都還是 那我請問一下,那個時候我倒過來講 如果7月20號那個時候得知這個訊息 我們有在幫莊家榮想看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因為7月18號就已經報名截止了 所以他7月20才在臉書說確認他的不打 好,那是確認喔 可是據我們的了解,他6月多就已經開始了 在這之前,他沒有這個確定 只是他在談所謂教練的問題 那教練的問題,我們也幫他做這個P卡的解決了 好,那署長,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珍視每一個參賽選手 是,應該的 當他有這種,他的搭檔有這種狀況的話 那莊家榮個人他的出賽的意願 還有有沒有機會再幫他找搭配 對,這些東西你們要用心 你們不能因為關注在那裡 所以忘掉這麼一個人 這是第一個,你們對選手的出賽狀況 不是很清楚 第二個選手的出賽狀況 就是舉重的選手林子齊 是 怎麼會要到比賽的時候才收到一個 從日本來的時候,他裡面可能有一些因素 雖然要檢是過了,但是有疑慮 以至於做出不得不的主動的退賽 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是,這個我想也是因為在我們國內的整個要檢的機制 確實是和我們整個行政體系在團本部的一個處理上 是不夠周延,這個我們也必須確認 署長,我們知道我們全世界要檢的組織叫WADA 對不對,叫WADA 那WADA當然是他有他的檢驗的一個公信力 是 我們台灣我覺得我們的科技 生物科技也好,這檢測科技 絕對不是四等國家 是 所以體育署應該建立一個類似WADA的 就在我們台灣本身 是 平常 我要跟你們報告就是說 平常就我們的選手,平常就要定期去做 是 不能把這樣子的資料 這樣子的檢測 涉及到他能不能參加比賽這件事情 掛在別人什麼時候要出這個報告,這個上面 對 你很難去防止說 有人 可能為了要 競賽上的順利 他可能要排除哪一些 他特別提出一些檢舉 或是怎麼樣 是 所以我們應該自己建立這樣子 類似WADA的制度 是 平常 注重定期的要檢 教練 有責任 教練不是說 我只要訓練 教練應該清楚這個選手有沒有用藥 是 這個一定是教練的責任 所以 教練也要 納入這個教育訓練 除了定期的檢測 留下一個生物護照 我們講的這個叫 他們叫生物護照 我們自己要我們自己的生物護照 另外就是生活的管理 教練對這個選手的生活管理 這個可能也是我們這一次覺得我們有一個漏洞 生活管理 我們如果沒有建立這個 你知道 它有一個追溯期對不對 是多少 八年還是十年 好像有八年或十年 我們現在雖然靠舉重拿了一些牌子 但是你敢保證 十年內不會被推翻嗎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我們自己不建立這樣子的制度 那我在提大件事我知道 現在整個全世界的潮流就是 竟要零容忍 沒有話講 你看這一次 俄羅斯整個被國際的體壇排擠 是多麼慘的一件事情 對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要在國際上露面 這一件事情千萬不能被抓到任何的小辮子 所以林子齊事件我們才會主動的 就先請她 那是怕真的比賽的時候 後來正式的結果出來 一翻兩瞪眼 那個是很糟糕的事情 我都想 你現在就應該要建立台灣自己的藥檢制度 而且是跟WADA做一個協調 萬一他那邊檢出來的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拿出我們平常就在做的 做對照 我們有機會做defense 這個是在國際的運動法裡面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希望你們這兩個要注意 選手參賽的狀況能不能打 還有他的勁要檢查的狀況 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上 我覺得這一點應該是重要的一個檢討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這次謝淑薇的事情 他後來其實引起軒然大破的是一句話 他說他不是國家養大的 他是民間粉絲養大的 當然有的人認同 有的人馬上就批 這個時候我印象中 你們體育署做了一個動作 耐人尋味 就是你公布了體育署跟國營事業 過去對謝淑薇的贊助 我們沒有公布 包括4600萬的金額 跟每年超過300萬這樣子的一個補助 不是你公布的 不是 那怎麼出來的 這個我不知道咧 因為基本上我們沒有把這個資料給相關的媒體 我們並沒有把相關 誰會有這樣子的資料 只有你體育署有啊 這個基本上就是說 他的獎金還有他的培訓經費 我們是有的 至於這個贊助相關企業贊助的部分的經費 就不是我們能夠知道的 也不是我們 好 那署長你知道這個事情還在燃燒嗎 現在還在燃燒 我知道 現在就是因為 謝選手跟單向協會之間 互相還是在公結來公結去 不過這個就是說 如果他的屬於政府所合發給他的獎金 或者是說 在他的整個培訓經費裡頭 所有的帳戶或帳單 這些都絕對會是清楚的 你們現在補助是透過 直接給他還是透過協會 協會 好 只有獎金這個是 國光獎金那個是會給 直接會 你透過協會給選手的有沒有 選手的領據 他們這個網協 他們必須要有這些 才能夠跟我們和銷 所以這個一定會有 所以你不要做是選手跟 是 學會關係越搞越糟 事實 你們是權威機關 你們事實 你們要出來講話 是 好不好 是 另外 當然這一次啦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很多制度可以討論 我看政府也有討論一些 組織開放 營運專業 財務透明 績效考核等等 基本上都符合現在世界各國 先進國家 對運動團體的治理 我覺得是這樣子 但是我這邊要特別提醒 不要以偏概全 因為確實是 我們也有很多好的學會的領導人 他們確實出錢出力非常用心 我們這幾年 其實在整個國際競技體系上 有很好的表現 也是這些企業家 他們來贊助 他們給這些選手 所以我希望 各界在討論這個時候 尤其你們的發言會特別重要 你代表官方 不要導向說是針對個人 你可以針對制度 要不然感覺上有一點在政治追殺 或者是想把哪一個人拉下來 我政府好安排我自己的人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破壞體育的專業 反而是破壞體育專業 這些東西 好好的檢討 跟各單項協會很細緻的來處理 我相信 這個本來很多單項協會也都是無幾職 那很多 當然會久了會有一些弊病 會不符時宜的 一定要改 但是不要有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另外 當然有一些委員說點名 你要下台負責 這個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今天是體育部的部長 或者體委會的主委 站在內閣那個角度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不必 你可以做很負責的事情 但是你現在只是一個署長 我要這邊要講的是 現在體育署的這個單位 層級太低 你看今天為什麼你來報告 大家都知道要問你 次長就一定要來 對不對 這個是浪費你的時間 對不對 還有 每次頒獎的時候 重大工程剪彩 握手照相 露臉的時候都是部長 然後罵的時候就是罵你 你不覺得你有功無償打破要賠嗎 我的職責上應該努力的 要做的就應該要做 好 那我跟你講 最近還有更離譜的 就是一個體發會 剛剛趙偉在講 這個體發會 直達天廳 意見超多 把你們當成幕僚單位 侵害你們的職權 很多你們本來在做的事情 你們就可以決定了 現在你們都不敢決定 很多要你們服務的事情 你們還要去請示體發會 基本上他對我們還是很重要 是一個助力 因為牽涉到跨部會的部分 因為我們是三級機關 那所以呢 很多牽涉跨部會的 必須由這個院裡來協調的 他們也幫助我們 非常多 體發會 不是 他只是一個諮詢機關 他不能發文 不能發文 他沒有 你知道他做了什麼事嗎 我今天代表職棒聯盟我要反應 我們不是單向協會 我們是由四間 民間公司組成的聯盟 他三不五時 用體發會的名義 早上發文 下午要你來報告 提供資料 幫我們當什麼 下屬單位 你體育署找我們談論 我們願意 政務委員 我們願意 體發會 他憑什麼發文 應該 我了解好像沒有正式的公文書 用體發會發文的吧 你們都在幫他做紀錄 你們卑微到幫人家做紀錄而已 你們一句話都不敢講 這是非常畸形的 這種畸形的狀況下 要你負責沒有道理 所以我本席會提案 希望能夠 體發會能夠研究一下 他如果認為體育這麼重要 請你們把你們體育署 改成體育部 本席一定全力支持 謝謝 好 我們接著請張廖萬見委員 主席好 請體育署署長 何署長 張偉好 何署長 我請問你 當年馬政府把這個體委會 透過組織整併 變成體育署的時候 你是贊成還是反對 因為當時我本身 沒有發言權 所以才被拔鎖當署長嗎 是這樣嗎 我本身那時候不是和直接體育業務有關的 不是和體育業務有關 是 所以我想體育署今天這樣一個 會變這樣子 我想在這邊噴口水沒有用 是 我也贊成應該要變體育部 那因為還沒有做組織整併的時候 我想我作為一個支持體育運動的一個民意代表 我覺得行政院體育會還是有一定的功用 我覺得可以大聲講 確實是 我想不要因為政治的因素 就必須要去委屈自己 是 這個確實是有他的 好 我現在接著再繼續再來問 我們2017年經典賽 是 我們的棒球的經典賽 總教練到現在還沒有產生 是 到底是正常的還是已經延宕了 延宕了 延宕了多久 應該差不多一個月 一個月嗎 我資料很齊全喔 我問你 7月19號體育署發函給全國棒協 職棒聯盟 你們召開三萬會議 希望在7月26號召開三萬會議對不對 是 來了沒有 開了沒有 你們當時的公文書是不是要求要提出總教練人選 是 希望職棒聯盟希望棒協能夠一起協調出 趕快協調出總教練人選 要進行主訓選訓的工作 是 現在是9月29號 吃了兩個月又三天 大聯盟已經發函我們台灣的單位 要求10月7號提交大聯盟的50個選手名單 原來大聯盟 總教練都還沒有出來耶 10月7號剩下一個禮拜 你今天如果下午你們今天提出這個總教練人選 就算協商出來 對不起耶 只剩下一個禮拜 七天要觀察選手 總教練要選選手 也要勤收 那你也知道嘛 現在的包括美國職棒 我們台灣的選手在美國 我們中華職棒的球技在台灣 都是季後賽了 是 那如果今天總教練多數都是從職棒聯盟 這四支球團的總教練產生 好 他們現在都在忙季後賽耶 基本上 他是還是會成立一個教練團 先有一個 然後實際上現在相關選手的表現 我現在要很嚴肅的問你 是 7月26號三方決議 為什麼沒有達成 呃 可能 我是認為就是 中止和我們的棒協之間 他們的共識 當次會議棒協是不是提出三個人選 你們要求提出三個人選嘛 是 那中止聯盟有沒有提出 中止聯盟 沒有提出 所以基於尊重 所以那一次沒有做成總教練人選 好 所以你們 在7月26號的決議裡面 是不是提出8月15號 三方再來協商 希望能夠盡快決定人選 是不是 是 因為他們說要開領隊會議 當時因為我是在那個 好 那到8月15為什麼又沒有決定呢 我們能不能請我們這個組長來 你不知道啊 因為我在8期 好 副主長來你說 趕快 提出來是要他們會開領隊會議 但後來是 有提出來是他一個順序的問題 包括 今年的總冠軍賽或是去年的總冠軍賽 好我只簡單問你 8月15號 棒協是維持那三個總教練人選 那中止聯盟呢 也是沒有提出來 對他是提這樣的一個順序 方案 對對對 那你們有沒有決議 沒有辦法 沒有 那時候沒有開 所以9月15號的時候 我們行政院的提發會介入嘛對不對 希望你們再次的邀請三方趕快決定人選 是那一次是我召開的 你召開 那提發會的委員有來練習 是是 好來協調 有沒有結果 也是最後沒有確定這個人選 他們也還是沒有提名單出來 都沒有提名單 對 今天會不會 今天下午會不會提出來 一定要提出來了 已經不提過再託了 我已經不提過了 這個延宕的責任誰應該扛 當然這個 剩下一個禮拜 要提交50個選手觀察名單 還要做勤收 署長 我們今天其實就是要討論 我們的這些運動團體 您講的多勢之秋 如果用你們這樣的態度 不能儘速去解決 在這個兩個團體 我們也好不容易棒球有職業團體 這樣一個是棒球 一個是聯盟的會長 都會協調得這樣哩哩哩哩哩 我是覺得 你們提了國民體育法的修正 裡面我們實在是 看不出會有什麼幫忙 真的會有能夠解決問題 你自己有信心嗎 一定要有 我們國人最喜歡看的棒球賽 2017的經典賽 總教練到10月7號大聯盟 要求你提出50人的選手名單 你到現在總教練人選還提不出來 今天一定會提出來 今天提出來 剩下7天 要提出50個人選 因為他的名單 還是可以再做更修正的 嚴重落後 我們分成那個組裡面 有韓國荷蘭 以色列 人家都選好了 而且都是強隊 都是強隊 已經嚴重落後了 其實我們 我覺得體育署 主長 我再來問一個問題 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們大家都來講 就是說 今天在講這個 體育運動專章 大家應該要在國民體育法裡面 來修來對運動團體 是 那麼你裡面 提到一個 第14頁的報告裡面 提到 組織開放話裡面的第四個 職權利害關係人回避原則 是 好 我再請教你一個熱門的話題 奧運事件之後 很多人提到說 我們全國單向協會的負責人 很多都是名義代表 是 我請教你 到底名義代表 適不適合 來擔任運動團體的負責人 如果說 牽涉到 對我們預算的監督 那 是不是說 這個事宜我想 社會 預算的監督 好 你提到這個東西 審查 審查 是 所以就不適合 社會自由公平 你們這一次 要提出來修正案裡面 有沒有提到這個 我們 有沒有提到這個迴避原則 我們 並不一定說只是這個 那依過去的經驗 民意代表 來擔任單向協會的理事長 到底對體育運動的發展 依你的經驗 依你的意見 是幫大忙 幫小忙 還是幫倒忙 都有 都有 是 誰幫了大忙 誰幫了小忙 誰幫了倒忙 我想在這裡也 不是 那我再提一個 我認為 體育署對這一次 2017棒球經典賽 總教練人選 延宕兩個月 是 要負主要的責任 是 但是我再問一個問題 是 2017經典賽 你們是指導單位嘛 對不對 體育署 是 是 是指導單位 好 如果 我這樣問 你們的體育署的監督單位 是 立法院 那如果 立法委員 兼任 棒協的理事長 對你們是幫大忙 小忙 還是幫大忙 倒忙 如果假設是我來當 我在這邊質詢 你想我會幫你大忙 小忙還是倒忙 還是你會覺得壓力很大 我們要求的全部都照準 我這樣適不適合當理事長 也有大忙 也有倒忙 也有倒忙 那你覺得適不適合 應不應該在 你講的 第四號 職權利害關係人迴避原則裡面 明定 不可以 你們有沒有這個勇氣提出來 這個應該 我們要 不管是相關的民意機構代表 他們要有自立原則 好 我在 問你 像大家講 棒協現在理事長 廖正錦是前立委 是 中職的會長 吳智陽是本會的委員 是 你怎麼協調 出總教練人選 你有沒有壓力 當然 這個 兩方的意見會有不同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統合成他們的 會不會增加你協調的困難度 多少 那你認為這個有沒有利益迴避的原則 有沒有直權利害關係要迴避的原則 如果是牽涉到對我們的整個經費的補助和協助他有進行所謂的官說 當然這些就會有 你還是舉就會有 那到底我們現在在檢討啊 我們到底應不應該要 你也提出來要直權利害關係的人迴避原則啊 我們才會明定 把他在這個報告裡面 我剛才問你說如果我今天當棒寫理事長 我是教育文化委會的委員 我站在這裡適不適合 問你這個棒球運動的問題 適不適合 你直接講沒關係 不用怕得罪我 立法委員本來就有他的職責所在 不是 我告訴你我也不會去當啦 我也不會去爭啦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如果我們今天在談奧運選手這樣引發的一連串 單一運動團體的角色扮演問題 我覺得有很多問題我們必須要去面對啊 包括我剛才提的問題 如果你們今天講了直權利害關係的人迴避原則 講得這麼清楚 卻在你們的國民體育法的修正草案裡面我看不到 那個會有 會有嗎 是 草案是哪一條 我們現在在你的草案會有 會喔 會增列 是 我想這個啊 應該要有一個分距 我坦白講我個人的意見 我個人的經驗 民意代表兼任地方也好 中央也好 他的運動的這個單項或者這樣的負責人 其實不見得是不好 但是你講的 直權迴避他的分距啊 非常重要 其實大部分就是要爭取這個角色 這個爭取資源 但是如果說 這個角色失控了 甚至增加了很多問題 包括我今天剛才講的 我們2017經典賽總教練人選會 第四屆辦理的 會造成今天 延宕的兩個月 到要提出50人選手的名單 到現在總教練都還沒有產生 我覺得這個 除了體育署要負最大的責任之外 制度上的問題 你們要好好檢討 謝謝 好 我們接著請黃國蘇委員 好 謝謝主席 請何蘇長 我順著剛剛張亮委員的質詢 我們現在各個單向協會需要改革吧 需要 那你同不同意 政黨的代表 政治人物或是民意代表 都不應該擔任單向協會的理事長 你同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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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在我個人的意見 我同意 你同意 那修法就放進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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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權關係人 對啊 迴避原則 好 我們中華特殊奧運的理事長 還是黃敏慧啊 他那個時候還擔任國民黨的副主席啊 我覺得都不好啦 但我對他個人也沒有什麼成見 這個改革我希望署長 你要想辦法做 現在體壇有非常多的亂象 陳約勝今天的這個主題是 體壇多事之秋啊 我都不曉得什麼時候有少事之秋啊 謝謝 陳約勝上個禮拜說 針對這些亂象 體育署署長要負責要下台 今天給你機會 各位你表達 同不同意陳學勝的說法 你會不會考慮要下台 因為我是事務官啦 我在只要在我職務上 我就必須努力做好 每天我事務官的工作 努力做好所以你還是沒有回答陳學勝的要求 那等一下就會叫你下台啦 我只是先讓你有機會講 好 各單項協會要不要改革 要 要吧 針對最近實在有太多的亂象 9月10號我曾經發文要求體育署去調查很多的項目啊 體育署到現在都還沒有給我 針對這些協會的亂象你們全盤掌握了嗎 在奧運期間雨協因為贊助商的問題對選手罰款 幾天前我們的永協還針對選手啊 訓練沒有達到成績標準要處罰 還有很多小朋友都要受罰款 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有去了解 而且我們也要 要不要介入 對他們做進行相關的帳戶查核 橄欖球協會經營不善 所以在亞洲巡迴賽棄散 是 施國家顏面 對不對 雨協 足協 因為治理的問題 所以在讓我們的旅外選手退賽抗議 這些問題體育署都掌握了嗎 好 我們還縱容各單項協會 所以去施設刑場自己去定義一個辦法 針對各個單項協會裡頭的選手 進行他們的要求來處分 這非常多不合理的事情啊 好 我想問一下署長 我們有沒有給你武器去管理這些單項協會 有喔 我們有考核辦法不是嗎 是 有沒有 那你們考核什麼東西出來 我給你看我用一個協會就好啦 太多協會需要來檢討了 我給你看雨協 101年的時候你們的考評紀錄是這樣子 兩行字 國際賽的檢討 一個字都沒有 一個字都沒有 102年看有沒有改善 102年 好 102年雨協的考評紀錄 國際賽的檢討建議事項 5 沒有耶 好 我想問一下 這個考核 誰做的 我們有組成一個專家小組去進行 還要專家學者 零啊 五啊 所以我們在 我去考核就好啦 還需要組什麼專家學者 104年開始我們就 重新擬定一個訪評辦 好 那101年102年的署長是誰 101年不是我 102年是我 102年是你 是 所以你上任了以後 還是這個樣子 104年就開始訂定那個 類似於這個大學評鑑的一個 考核機制 平和機制 那現在是事辦 今年開始正式實施 好 實施了以後 104年的是你的吧 是 好 我們補助最多的是 磅血 是 超過1億喔 好 那你擔任署長了 考核什麼東西出來 我秀給你看 就這樣一張 A4的紙 就這樣子 一張A4的紙 一億耶 一張A4的 內容 考評的結果 這個樣子 你就給他一億啊 你要不要看看你們 寫的內容 好 裡頭比較有東西了 署長我現在馬上跟你點出來了 協會簡報時提供的損益表 與資產負債表內容 與申報國稅局的資料不一樣 很多協會都有這個問題 你們就考的時候 他跟申報國稅局的資料不一樣 財務有問題 財務狀況有問題 好 那你接下來怎麼處理他 你有什麼武器可以對付他 好 你考核啊 寫一寫啊 他們把你當耳邊峰啊 對協會而言 你就是很好作為啦 不怪你合作為就有好作為 真的 協會對你 喔有夠好耶 好作為 你考核的東西 人家把你當耳邊峰啊 好 那我問一下署長 就你印象中 你在體育署其實也很長的時間啦 我們有沒有針對各個單向協會 因為他們經營有問題 然後處罰的 有沒有 沒有 木杰沒有 你錯了署長 有 這一個 哪一個協會 象棋協會 競技的協會一個都沒有 全民的有啦 象棋協會 中華民國歷史上體育署對於單向協會的處罰 就只有一個叫做象棋協會 為什麼 處罰他 你也不知道 你也都不知道啦 兩個協會 好啦 好啦 你不用回答啦 我只是要用這些市政告訴署長 你只要再任一天 你如果要離開這個位置 我也沒有意見 但是如果你再任一天 你也是事務官 全台灣的體壇的發展 就在你身上要肩負重責大任 還可以像過去這樣子 呼籠鳥事 這樣子來辦我們台灣的體育嗎 不行 當然不行嘛 要怎麼處理 我現在提醒你 這一次奧運 有這麼多的爭議 其實是名氣可用 很好的機會 我們要來改革 我們未來還有很多重要體育賽事 2020的奧運 馬上要開始準備了 是 攸關我們國家選手最重要的訓練中心的場地 國訓中心二級計畫 沒啦 告吹啦 沒有告吹啦 沒有告吹 沒有告吹 已經抱怨了 啊 抱怨了 對 被打槍啦抱怨 這個計畫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推動啦 我們台灣 以這樣的人口數 結果我們的訓練中心啊 的水平是這個樣子 太破舊了 我好不容易這個計畫從 96年就開始推了 推到現在 你們要去跟國發會要錢 誰去報告的 誰去報告的 那個時候啊 再提出這一個 國訓中心二級啦 那個專業的人啊 你們把他調走啦 好沒關係 那總是要有人去 行政院 要去報告嘛 結果 你們報告太爛了 不當一回事 整個國訓中心啊 整個計畫就沒了 好下一頁我給你看 國訓中心 國訓中心 還是你報告的呢 104年的時候 你們報告過這個事情 署長 那時候署長還是你啊 那怎麼 對啊 那怎麼國訓中心這樣沒了 就沒了 你們今年還簡列五億多呢 預算啦 對明年完全沒有 國訓中心的計畫了嘛 那你2020年你還希望指望 可以培養出得牌的奧運選手嗎 還有這個雄心壯志嗎 離年國訓中心這麼重要的計畫 你到行政院去報告 都這樣子 但是 互通了事啊 不當一回事啊 還要不要再推啊 你知道 國訓中心裡頭還有多少的問題要處理 有多少 自由車老舊 自由車的場地老舊 好下一張 有非常多的問題 然後選手宿舍的問題都還要改善 結果你們就這個樣子 這麼消極的在處理 那你要我們的選手如何期待 你到現在的零用金 我們的培訓手一天兩百塊 到現在還是 還沒有去 改善這個計畫 所以 署長 那你說 十月要提出 國民體育法的修正 要做專章 好 我現在就提了一個 體育團體法的專法 我現在跟你一起討論 你的那個版本內容太消極了 太消極了 有沒有法則 有 第四十三條 什麼法則 有什麼法則 可以撤銷 太寬鬆了 那我認為 應該要有一個 體育團體法的專法 特別是針對亞奧運的單向協會 這些都是肩負啊 培訓選手 跟我們在重大體育賽事 有得牌目標的這一些單向協會 我們必須加以管理 讓它走入正軌 那這個法我已經提出來了 我們希望十月的時候 可以跟你一起討論 好 署長 我想再問你 未來台灣的體育賽事啊 有這麼多的應該心格的事項 是 有沒有信心在你任內 可以完成改革 一定要 會嗎 絕對一定要在年底前 把我們體育署該完成的 就要完成 那如果你在這個位置 你認為有辦法做到改革嗎 呃 至少 在 教育部的部分 一定會完成 好 我希望在你任內 把這一個 體育團體的相關的 規範的法律案通過 你再離開這個位置 可以吧 這個不是我能決定的 陳元勝等一下就會叫你下台 好 以上謝謝 黨後座會 好 謝謝黃委員 我們現在請吳思耀委員 好 謝謝主席 那個電腦準備 有請我們後座會 何署長 好 後座會 何署長請 委員好 頂下我的電腦好嗎 好 停一下時間請 謝謝主席寶貴的四秒 停 沒關係 沒關係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的 Generes 四秒鐘也很珍貴 因為 改革體育 刺其失業 剛剛很多委員 一早都在 針對今天的命題 政府如何因應 體談多事之秋 這樣一個專案報告 提出很多建議 也提出很多批判 首先我必須要說 這是一個何等可悲的命題 何等可悲的命題 體談多事之秋 它就顯示了我們這段時間 凸顯了非常多的問題 我必須說 如果您繼續待在這個位置上 率領我們的體育政策 能夠改革能夠前進 能夠更前瞻的話 你不能繼續當後座會 你必須當拍到頂 你知道嗎 應該改革 你應該要打破整個盤根錯節的所有的制度累積之下 人的問題 你不能繼續後座會 你是不是試著拍到頂一點啊 該改革要 是不是試著扮演鐵腕的角色可以嗎 是 今天我的破題是 鼓勵運動投資 就要破除資源的壟斷 其實我要分兩個面向 不只分配的壟斷 更重要的是資源集中也被壟斷 下一頁 體育資源換寡 雖然我們很樂見 蔡英文總統說 八年我們逐步讓體育的經費 還不是預算喔 經費包括哪幾個面向 公務預算 運財基金 還有民間投資 三者加起來要倍增 但即便如此我看到新政府的努力 我看到我們體育署的年度預算 今年是七十二點七六 明年是八十四點五二 增加了十五億之多 也就是成長了將近百分之十五 我是肯定 包括我們立法院也大力的幫忙體育署 我們上個會期研議修法的 把運財基金全部的盈於全數益助體育 不再被瓜分 這是大家正面幫忙你的 阿妳就幫幫忙 妳就要拍賭丁 而不是隨隨便便的 把這些資源隨便亂花 換寡的部分 大家一起來幫忙解決下一頁 但是換不均的部分 這個整體的信任危機的部分 我們長期以來透過一個 講好聽是中介組織 就是單向協會 講難聽就是太上機關 講好聽他們叫幫大忙 講難聽就叫幫到忙 講好聽他們叫挑大糧 講難聽他們就是上下其手 我們要杜絕這樣的換不均 的狀況之下 就必須從制度來改革 本席非常支持黃國書委員提出的 國民體育法的整體修正 超越一般人團法的規範 把現在爛到谷底的很多的太上組織 我不是說100% 部分的不佳的就是要檢討 擴大外部的監督 好下一頁 剛剛有吳智陽委員提到我要追問 針對這些太上組織 我們就必須看到謝淑薇的事件 上個禮拜還在臉書上互嗆 到底教育部說給了他5000多萬 可是網協說就是1000萬 會有單據 到底是多少 查到哪裡 消失的5000萬 或是消失的1000萬 到底是羅生門 來 署長請回答 應該是這麼說啦 我們可以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有關於他的獎金 國光獎金 第二個部分是他的培訓經費 第三個部分是他的 我們國營事業相關的贊助 所以我們教育部說的5000萬是加這些嘛 那我focus在1000萬的部分 網協的1000萬到底有沒有直接給下去 你知道嗎 我們所查詢的資料是已經有 有什麼 給到謝淑薇的手上 還是你們給到網協的手上 我們給網協 然後網協再補助給這個謝淑薇 而這些都有單據了 都有單據 所以你是替網協背書囉 我們這邊的所查核的資料是有 有 再講清楚一點 當然我相信體育署錢是有給網協 網協有沒有如數的把1000萬 是1999萬還是 1560萬 多少 這個 多少 1130萬 505元 1130 但是在裡面其中 今年的200萬的部分還沒 好 1130萬 扣除今年的200萬還沒下去 換言之是給了930萬 確定有給網協 你也確定網協應該有撥給謝淑薇是這樣吧 是 那就講清楚 不要再放任運動員跟單項協會 這樣子在網路上 造成媒體的很多混淆 但是我還是要看你手上的數據 稍後提供給本席 下一頁 鼓勵投資要杜絕分配不均 小英總統也說 8年除了經費倍增之外 要擴大民間來贊助體育 我就跟您談民間的贊助下一頁 我說 我們要打破集中跟分配的壟斷 兩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事情要開闢裁員的方法 過去都是單一的 政府給或者是企業捐贈給 第二我們要更有多管旗下的新做法 第二我們要透過制度的設計 來破除分配的壟斷 我稍後跟您追述下一頁 我們在103 2013年成立了體育運動贊助資料庫 就是好事 鼓勵民間擴大來捐贈 它的遊戲規則是這樣 透過這個網路的媒合平台 由政府也就是體育署來搜集運動隊伍或運動員的資料公開 然後捐助者也就是民間 可以指定贊助或是由體育署來做專業判斷來指導他分配捐贈 對不對 然後在媒合成功完成捐助 看起來不錯 下一頁 它的優點確實也不錯 就是贊助者可以直接捐 打破那個太上機關 打破那個中介組組織上下起手的可能 打破可能被剝削的可能 制度上是好的 可是我剛剛說的署長 你們在遊戲規則當中寫了 贊助者可自行指定捐助 或是由體育署來依專業判斷來協助 也就是體育署可能又有下指導期的可能 我要求 你要基本上是鼓勵民眾自行去指定 而不是你又有體育署自己來做一個 捐助的太上機關 這是我的提醒 所以這樣的一個平台的優點是 提供贊助者民間資源一個直接捐 而且可以直接分配的方式 好做法下一頁 第二個優點 資訊公開 協助媒合 往往民間要捐贈 大家都會想 捐給明星的運動員 捐給謝淑薇 捐給許淑敬 捐給已經明星的人 可能覺得他有機會代表台灣爭光 但是我們政策上是 人人都是平等的 每一個運動員都應該接受公平的機會 接受民間或是政府的捐助 所以這個媒合的平台 你們的另外一個優點是 協助民間你來提供一個所有運動員 或者是學校單位或者是民間組織或者是體育單位的資訊 這也是好事 人人都可以平等的被捐助 人人都可以成為運動明星很好 下一頁 但我看 先講幾個成功案例 我看了非常多的資料 像這一位陳思佳 他是高爾夫類的 被華國大飯店捐助了36萬一年 有一個國立竹山高級中學的羽球隊 中學的羽球隊 台灣證交所一年捐了20萬好事 一位涉及選手叫做杜伊伊茲 原住民的朋友 有一個某某建設公司也捐了一年36萬 都是好事 這是這個平台work的正面案例 下一頁 可是啊 上路兩年 104年就是去年 爭取贊助的案件數有556件 以去年來講 整體案件的成功媒合率556件 爭取要錢的成功媒合只有35件 案件媒合率只有6.29的成功率 而在金額的部分 提出的需求是6億3 你成功媒合捐助的是2500萬 加起來贊助金額的達成率不到4% 3.96 今年更慘了 到目前為止只有109件爭取贊助 爭取贊助只有109件 負成長了8成 負成長了447件 雖然在媒合數有小步的提升 案件媒合率到目前為止是35% 但是金額的達成率還是只有一成五 過低 整體來講為什麼上路一年 整個急轉直下 為什麼上路兩年 你的整個媒合率不管是金額或案件數都不超過 有的是三成有的是3.96% 為什麼 有的是因為企業他們也沒有透過我們這個平台 那因為第二個就是說 可能我們這邊和奧會的合作的這個模式要必須再檢討 就是要檢討 署長我就覺得很奇怪 體育署是沒有人的 連這樣一個贊助的平台 媒合的平台還要透過中華奧會去處理 你不能體育署自己來處理嗎 連這樣一個媒合的平台就是要打破中介組織 你還是要透過中華奧會我不理解 下一頁 大問題在這裡因為我時間有限 整體來講都是盈利事業捐贈 個人是零 我們要打破其中的捐助 企業可以捐企業更有錢 但是個人也可以捐嘛 為什麼呢下一頁 因為我們的法律是有缺陷的 現在的運動產業發展條例26條 只針對盈利事業捐助體育 不管運動員或團體有稅付的減免 個人是沒有的 天啊這什麼社會 個人都可以捐給政治人物了 他只要依政治獻金法的規範予以應當的迴避 有一定的上限 但是我們的政府我們現在的法制是 個人沒有捐助體育事業的免稅的部分 應該檢討 所以法制的缺陷本席會提出法案 您同意做修正嗎 放寬讓個人我是個人個別民眾 我可以指定給我想捐贈的未來具潛力的運動明星可以嗎 非常同意 而且我們現在也在研議 也在研議嗎 好最後一頁放到我最後一頁 簡單講鼓勵運動投資做好做滿 我的要求有效解決換寡換不均的體育資源分配的問題 也就是當然你要提高監督改革單項協會的財務紀律的問題 第二開闢體育運動財源的多管齊下增進公眾投資 也就我剛說的修訂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賦予個人捐贈體育事業可以像盈利機關一樣享有稅賦優惠的法源 第二提升剛剛我提出來的你們上路兩年但是越做越爛的體育運動贊助資料庫的媒合平台的執行效率 可以提委會自己做為什麼一定要中華奧會幫你去做平台的操作呢 大有問題 第一年因為是我自己在操盤 大有 你就繼續 你如果繼續做好道頂 改革就無望 拜託你 拜託你 你要拍作會 做拍攏 改革才有可能上路 我的建議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謝謝 照片拍得很好 謝謝 我們在高路委員資訊完以後我們休息十分鐘好不好 我們現在請許智傑委員 主席大家好 我們請何署長 署長請 署長好 署長好 不可以太好道頂了 不過朋友也是要太困道頂 這樣有所為有所不為 我想這個是一個基本的原則 我們看一下單向協會 去年好像發生了不少 今年就發生了不少事情 這個陳昌遠事件 機票事件解決好了嗎 解決了 解決了 是 那關島友誼賽什麼事 署長知道嗎 知道 什麼事 基本上 他這個所報的資料 不被這個 雅竹聯他們採認 為什麼不被採認 因為這個 就是那個球員上場更換的人數 還好你都還知道 那那個 我們本來 經典賽要爭取到 高雄對不對 是 那後來為什麼沒有爭取 聽說是那個 全力金的問題 全力金的問題 是 你說我們高雄出不起全力金嗎 還是說全力金談不攏 還是本來是要在台中 這個是那個他們的操作 就是有關於這個 經典賽主辦單位 他們的一種操作 他們的手法 是 我們球迷的角度 就是投降輸一半 你不要幫忙 我們希望幫忙 那這個 是不是體育署可以去 一方面 了解或者是可以去協助 韓國有那個 怎麼去幫忙 室內的巨蛋完成 謝淑薇剛才我們 師友講過了 謝淑薇的問題 事實上跟網協有很大的關係 在指引的事你知道嗎 是 知道 這個鞋子你覺得應該要穿嗎 他們的做法 協會的做法確實是不當 確實不當 所以以後不再發生 不會再發生 打球是多麼重要 鞋子是多麼重要的事情 選手他能夠上戰場 我穿一雙不太適合的鞋子 去怎麼表現好 是 那個棒球比賽 標語被撕毀你知道嗎 知道 這個是我想 我們相關的工作人員 他沒有處理這個 陳抗的事件 的經驗 那當然這個 我們的整個處理方式 也希望說 應該更柔性一點 更柔性一點 是 東亞杯 主辦權已經拿到了 又讓給香港你知道嗎 知道 為什麼 基本上是 我想主協在和這個 相關的主要舉辦的場地的協調 沒有做好一個完全的溝通聯繫 所以導致這個場地的使用被移走 所以我們今天所提到就是說 這個真的是 單向協會多事之秋 是 我們看下一張 這張圖你看得懂嗎 這一個好朋友畫的畫得還不錯 我不是說所有的單向協會 而是有一些單向協會 在網友眼中 你看他這隻手 連鞋子都被變成好像皮影戲一樣 都要被操控 然後呢 我們的體育署呢 這兩個是在看戲 這個是在睡覺 這個是在滑手機 我們要簡單的講就是 體育署沒辦法把所有的單向協會都管那麼細 也沒那個必要 但是呢 所有的單向協會有一個基本的品質 這個是不是體育署應該要維護的 是 那我們有沒有維護好 有發生這些事件 就表示我們體育署應該要徹底檢討 體育署其實應該去監督去協助啦 今天好的單向協會 我們可以給他鼓勵 我們給他拍手 我們看他怎麼表現 今天單向協會哪一些表現不好 會有哪一些已經逾越了 單向協會的規定 甚至是他去給選手一個不當的壓迫 那這個東西 都是體育署應該要站出來 輔導協助的對不對 是 所以體育署事實上針對整個單向協會 應該怎麼改 我想你現在應該有一把尺 是 那再來我們看下一頁 這個你看得懂嗎 因為前一天看了一個那個竹寫的文章說 體育界的關公災難 我說什麼叫做關公災難 招聘關公你知道嗎 現在是回來到三國時代嗎 那個只是很簡單叫做寫錯啦 正公關現在是叫做關公啦 現在關公要到現代來做公關也很辛苦 但是關公的精神 綜藝精神 要怎麼樣去保護 要怎麼樣去維護我們選手的一個基本的尊嚴跟權利 所以你可以做關公啦 基本上我們過去整個協會或者在相關的行政體系 會比較以威權和以行政角度來處理 當然這個已經是不合時宜了 未來本來就是應該以選手和教練為服務中心的主張 其實有很多 有很多就是廠商贊助我們當然要感謝啦 但是這個贊助有時候你也要去替他們篩選一下就是說 這個是光榮海洋生計 為了陳金鋒要退休 所以替他做了一個雕像 這個是在替陳金鋒廣告還是替光榮海洋生計廣告 你這樣看著橫橫看到 剛才看到海洋生計沒有看到陳金鋒對不對 對 我們今天贊助 替自己公司廣告我不排斥啦 不然你也人家男主角的名字寫得大 你自己的名字寫得小你 對 所以整個贊助的精神通通扭曲掉了 他已經變成不是贊助變成宣傳 是 所以像這個不恰當的行為 然後中華賓士呢跟我們 竹血簽一個什麼呢 贏幾場比賽就可以體驗幾座賓士車款 你覺得這種也很好 現在我們是沒有體驗 現在我們台灣是 看到賓士不舒適 我們都散吃國家看不到 開不到 搞不好他自己家裡都有啦 好幾步了 更高級的也有 這個哪叫做贊助啊 那個你就到那個賓士場去 就直接說我要體驗 他就讓你體驗了啊 還幹嘛一定要贏幾場比賽 我讓你體驗幾座 現在是說你如果 贏了一場給你開一禮拜 這一種都是不適合的公關 對 所以關公要出來 所以關公要出來 所以不適合的公關要處理 所以其實有很多 包括我們的網友 其實我有時候都會去看一下 我們網友怎麼講 以色列晉級經典賽 結果人家記者問那個 那個 放學說 以色列有什麼情知 打球是不是要知己知彼 對不對 哪個是左頭右頭 哪個的長處在哪裡 結果我們的回答是說 從來沒有跟他對打過 所以完全沒資料 都要對打過才有資料 沒對打過都沒資料 這樣這個協會是在做什麼 他不會去上網嗎 你看我們網友怎麼講 難道這些球員是 報名前那天才出生的嗎 所以打出是沒資料 資料是要去收集的 而不是從天而降 我想從簡單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看看單向協會 政府要做 你再看下一張 事實上很簡單 他隨便你Google就有了嘛 甚至你去Google這個投手叫做 Corel Baker 你再把他Google這個投手也有啊 難道一點收集情知 還講這個話說沒有對打過 真的是很好笑 好我們再看足球的 我們世界盃的資格賽 當時我們有要求 所以呢 我們其實 表現還不錯 你會記得那時候說沒有要收費嗎 我要求體育署說 這個比賽你要推廣 你就是小額收費 那你用收費 來培養我們的足球人口嘛 所以你看越南 台灣跟越南 有差不多2萬人對不對 再來呢 台灣跟伊拉克在高雄比 沒有也還有15000人 現在我們的世大運呢 這一張一張兩張啦 有儀賽啦 所以現在人口都跑去哪裡了 我們如果要推廣應該是長期 而不是三天補魚兩天賽網 今天我很重視就趕快要求一下 今天大家沒有注意看就慶菜啦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體育署 是不是應該要長遠來看 就是說我曾經也要求過 就是我們的國民體育法 或是體育團體法 這些單項協會要怎麼去監督 那我也問過你 我不知道你現在準備好的答案了沒有 就是到底有幾項單項 是我們體育比較重視 要特別扶植的 基本上我們會以奧運 這個有奪標奪牌的 作為我們主軸項目 那團體賽的部分當然 時間不多我告訴你一個 是 現在我們的奧運金牌是誰 許淑敬 它是什麼項目 舉重 它在哪裡出身高中的時候 高中 紅刷文山中學 紅刷文山中學 文山中學 對高雄 高雄 鳳山文山中學 就在我的選區 是 現在他們文山中學裡面 沒有專業舉重教練 你知不知道 原來是吳債 吳債傅現在都去左訓了 吳債傅現在都去左訓了 吳債傅現在都在左訓了 所以現在 一個我們國家國手奧運金牌 培育出來的一個出身的場所 現在在那個地方沒有經驗傳承 沒有專業教練 我們因為現在明年度有編列非常多的 這個有關專人運動教練 會針對這個 我們的市長也是高雄出身 那體育署的角度 在部的角度 我說你們要重點嘛 是 今天麻雀摧小五張巨像 我要求你任何一個單向都做得非常的好 都是世界前景名不可能 是 但是我們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 所以 以後要銜接的就幫我吃醋啦 啊運氣好到 後面金牌了 運氣好到電視機 運氣賣到 怎麼火機啊 所以 我希望說 我們 再要求體育署一次 以後我們 要讓 看得到體育署的成績 第一個就是 單向協會 的基本品質 你要怎麼維護 是 單向協會做不好的 你要怎麼監督跟協助 是 好第二個就是 我們 有哪幾項需要單向加強的 是 體育署特別重視的 告訴我們 是 好第三個就是 體育署 今天重視的這些項目 他從選手 從小時候的培訓 到長大的比賽 到將來的得牌 到得牌之後的教練 整個生涯規劃 讓體育 人 對他自己的 一輩子 可以有一個 簡單的寄託 不要說我年輕 拍拍的 吃老 我就沒辦法過生 我要去找本社 我要去買牛媽咪 是 所以這個部分 一條龍的規劃 是不是應該要去整體的規劃 是 所以到最後就是 你現在的 國民體育法跟體育團體法 該修正的部分 有沒有把這些因素 通通思考進去 是 我們 那將來給我們 國家一個體育 比較好的環境 是 讓我們能夠用體育 到世界 也沒吐氣 讓我們體育的選手 能夠一輩子 至少 我不要說 少年 讓體育吃老 沒辦法過生化 那這樣子是不是應該 有一條龍 一線的 整體的思考 是 這個可以做得到嗎 可以 我們目前已經在 規劃的討案出來 好 那你這個規劃 什麼時候可以給我 而且我們要講的 你要有具體的東西 不要說 說一片山 先可以把 草案先提供給我們 你要把具體的 將來的成果 要預測的成果 給我們知道 是 要不然說的 都一本機 做的都一湯匙 是 好不好 希望說體育署 這部分可以加強 好 謝謝 我們接著請高路委員 主席 謝謝 有請署長 署長請 署長早安 這次的專題是政府如何因應體談多事之秋 主要也是針對我們這個 里約奧運所發生的爭議的事情做出檢討 那本席對於這次的檢討跟改革的方向深表認同 但是呢 我們做了檢討其實就是為了下一次做準備嘛 是 那不要忘記這次雖然沒有棒球 可是2020在東京奧運 我們的棒球就要重返榮耀 我們有這樣的準備嗎 好 在這裡 上個會期其實有曾經針對署長去提出原住民族的這個 棒球員的困境跟的問題就叫 那你本身是花蓮人 然後又是從基層做起 其實我相信你對於花東的基層的體育 其實是非常了解 可是呢我還是要強調一件事情 對我們原住民的孩子來說 打棒球其實就是他們的夢想 所以他們花了非常多的這個心力 課餘的時間去練習運動 包括我自己的表弟 可是呢你自己想想看 從球衣球具比賽到這個生活的管理 都非常需要很多的資金挹注 那我們的資金夠不夠 其實我相信署長非常清楚 在這裡呢過去的我們的這個基層棒球 主要是要仰賴體育署的這個強棒計畫 有一個子計畫叫生根基層棒球扎根工作實施計畫 所提供的補助 可是呢一個國小大約平均來講 能夠補助的金額一年是15到25萬元 這樣的這個補助對偏鄉小學來說其實是遠遠不足 可是又非常的重要 那但是這個計畫呢其實是到什麼時候結束 106年嘛 那請問一下體育署後續的規劃是什麼 有沒有要考慮繼續的再擴大辦理 針對我們的原鄉地區原住民學校去增加補助的金額 一定會啦 因為2020是我們要東京奧運 想要想辦法進入前六強才有辦法參加 當然花東地區又是我們幾乎是棒球原鄉 那培育的這個棒球人才是最多的 我們本來就對花東地區的這個棒球也有特別的專案計畫 特別的專案計畫 你指的就是有關於花東棒球優先區這個嗎 是是 可是這裡面 我們也有請這個民間的企業來全力來支持 很好我自己算過一遍喔 我這邊有一份是104年的花蓮縣棒球優先區計畫 這裡面有20所小學 然後呢大概花蓮地區一年大概 申請的大概是400多萬 20個小學請問一下 他一年有多少錢 再加上你原本的生根計畫25萬 加起來大概50萬 請問一下如果一個學校他的經營 棒球隊的經營要200萬 最基本的要200萬三個教練 那50萬一定不足 你剛剛提到的 可能就是需要企業熱氧 可是我想要回到前面的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次的這個有關於生根的實施計畫 到底錢在哪裡 我沒有看到啊 預算裡面沒有啊 能不能清楚的告訴我 這次的補助金額 能不能去符合我們偏鄉小學的棒球隊的 這個營運的正常運作 基本上我們新的年度的預算 是雖然沒有用這個所謂的那個原來的 但是他還是會 原來的計畫還是繼續在執行 光是強棒計畫6億8千萬 現在今年也只剩8千萬 這一次也只剩8千萬了 請問一下8千萬 能不能支持我們偏鄉地區原住民學校的孩子 能夠繼續打棒球呢 我們那個預算基本上還是有存在的 有編在我們的預算裡面 雖然沒有他沒有用所謂的強棒計畫的名稱 但是我們這個計畫還是到103 最後一年經費還是有那個相關的預算 那對於就是偏鄉小學的補助有沒有辦法增加 剛剛提到了天花板是25萬 這另外一個計畫也是25萬 加起來也頂多是50萬 你再加上你要說的就是由那個企業優先任養 但是呢企業在哪裡 像現在這個我們知道各個球團 他們也有像Lamigo它最東部地方 它就有任養一些學校 那他們也會針對這個部分來做一個協助 恐怕署長也不清楚 這個國內企業任養偏鄉的這個球隊的情況 請問一下詳細的資料你清楚了 他任養哪幾所學校在花東地區 能不能去補足他們的資源的這個需求 是 所以我們年度 我們也特別就是要落實我們總統特別有提到就是說 提議向下扎根 那這個部分我們對學校的運動校隊的相關的補助 我們明年度也會用運動基金管理人會 我們通過的有關於對學校的這個運動的校隊的補助 也會有一些協助 好 署長所提到的就是運動發展基金 是 那運動發展基金但是在這裡面 其實有看到就是這相關的預算項目 但是本席呢 沒有看到單獨將原住民地區跟偏鄉學校 得這樣的一個預算獨立狂烈 那這樣真的有辦法去確認原住民地區的學校跟偏鄉 可以優先得到補助嗎 我們基本上就是說應該是不會少啦 我們的強棒計畫裡面這個3.54億元的國家 市長你講的非常不肯定 那這樣子我們 我這樣子非常替我們偏鄉地區 花東地區的學校感到憂心 你能不能提一份報告給我 就是你針對就是原住民地區以及偏鄉的學校 相關的這個補助跟方案 我們把它整理出來提供給委員 好 那再來呢 其實我這邊還是有一個問題 我也希望就是說體育署這邊能夠解決 就是當我們的學校的資源已經不足了 結果呢校方又不願意支持的情況之下 這個球隊就會面臨解散 在我花蓮地區就有一個很明顯的案例 這大概就是兩年前 玉里國小 好不容易把這個成績答出來了 結果就是校長不支持 27個球員全部轉到觀山國小 這個問題不會只是最後一次 那請問一下署長針對就是 如何讓我們的小朋友能夠繼續完成夢想的這樣的一個方案 有沒有辦法提出來 我想這個還是需要和地方政府教育體系做一個共同的工作 我們不能換了一個校長換了一個政策 然後就換了一種球隊啊 當然這個 四年就結束了 這個牽涉到地方政府啦 還有教育局的部分我想 針對這個部分請這個體育署這邊去想一個方法 那再來就是有關於WBC的這個世界棒球經典賽 明年3月就要登場了 但是呢我們同組的最後一個對手 在前幾天出爐確定以色列晉級 但是現在呢距離這個比賽時間不到半年 主辦單位也要求參賽國家要在10月7號提出第一階段的選手名單 但是我們連個總教練的人選到現在都沒有確定 請問一下喔 那什麼叫總教練的人選沒確定 相關的勤收怎麼辦呢 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對戰棒球最高等級的賽事發生這種事 請問一下署長誰要負責啊 我們在行政處理的部分 其實應該也要做負責 意思就是說有人要下台嗎還是 好我這裡想要強調的一件事 我們去看鄰近的國家 他們對於像這樣的一個高級的賽事 其實很早就有計畫的做準備 你不能隨隨便便找了一個總教練 然後當作代罪羔羊 誰要接這個爛攤子 那幾個禮拜前其實體育署也辦過2016的體育運動發展論壇 也檢討了里約奧運 也討論了未來的策進作為 但是呢 許多國家的代表隊總教練都是採責任自任旗制 德國的國家的足球隊也是 也是用這樣的方式贏得世界被冠軍 美國的也是都是採任旗制 那因為他可以透過固定的班底 長時間有計畫的觀察選手組隊 那如果說我們2013年 那時候發生了很多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問題大家都非常清楚 也是從過去的比賽到了之後再找教練 這種方式請問一下我們應該要如何改進 是 這個其實我們當時為什麼會有三方的協調機制的建立 那當然這種機制是第一次處理 現在是碰到第二次 那未來我們也當然也會針對這個問題 應該要建立一個永恆的機制 像日本的話 他就是把中職和他們的協會聯合組成一個公司 來處理這種共通性的問題 而他們的職棒呢 也有相關的回饋給所謂的協會 所以這些機制的建立 我們可以參考一些相關國家 他們怎麼樣處理 我們自己也建立一個我們自己獨有的機制 了解 希望體育署能夠在短期之內 趕快先處理這個問題 確認總教練的人選跟備戰 那長期來看呢 希望就是國家代表隊這樣的一個主序能夠制度化 好這方面其實署長應該是可以承諾的嘛 是 好那再來就是我想日前大家都非常的非常感慨的一件事情 就是Lamigo的這個陳金峰舉行了一個隱退的儀式 那麼陳金峰的打擊成績其實到現在都還維持一定的水準 可是呢 他必須選擇退休 當然這可能是他自己個人的選擇 可是我們回來看我們的職棒的這樣的一個環境 只有四支職棒的球隊 沒有舞台其實也是一個事實 有經驗的選手最後都只能選擇離開 像是楊建福張泰山 後來都轉戰到日本 那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就是說 陳金峰帶來我們國人那麼多的感動 他的天賦他的努力其實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這裡想請問一件事情 當我們的基層棒球從一級二級三級都沒有做好的時候 請問一下下一個陳金峰在哪裡 為什麼一開始本席要特別強調原住民地區 跟偏鄉地區的球隊問題 就是希望不希望就是說這個選手因為 學校棒球解隊了沒有資源了 失去了這麼多的機會 雖然陳金峰只有一個但是本席希望體育署 能夠持續改善國內的棒球環境 培養更多的優秀的球員 是 這個部分實際上院長也特別有指示 那當然我們總統也提出了所謂的三支鍵 我們目前也針對這個部分 再提出一些改革方案 對後續性的整個台灣的棒球的發展 希望也有一個更好的 本席希望這樣的改革方案真的有效果 因為像這樣的棒球困境已經講了非常多年了 好 謝謝署長 謝謝 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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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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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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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在我們深層的方向 有一個人的口還在這裡 根本是有二 二 應該先不打了 沒有 還轉完一半 這人是一個人的 他們的 這個人是一個人的 這個人是一個人的 進中 他們的手下 就這樣 就這樣 這樣就這樣 這樣就這樣 就這樣 你也不覺得 请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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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请就座 各位请就座 好 我们继续开会 请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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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 高兴 请高兴 请高兴 高兴 高兴 请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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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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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把這個協議共識他必須報我們教育部被查 那如果他在這個之前有所爭議的部分 他應該要給選手有一個申訴制度 那如果這個原來的申訴制度也沒有辦法 應該要有一個仲裁小組來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署長你剛剛提到的就是說要跟選手 那是協會跟個別的選手嗎 一一的跟個別的選手去做這樣一個協議嗎 然後之後還要進到仲裁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都知道那個時間的問題 因為這次的一個服裝箱 例如說那個鞋子的一個問題 也是因為時間太衝突啊來不及啊 那如果這個部分你還要經過仲裁 那這個時間上面如果還是來不及的時候怎麼辦 因為聽起來就是好像有辦法有制度 可是去是不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是令人擔心的 其實他就是應該要和所有選手先談好 這個制度的問題 所以他這個制度建構好了就是要報教育部備查 我們認為這個制度合理的 就才可以讓他備查嘛 如果說這個制度不合理 我們當然還會和協會之間再會給他一些改進的意見 那現在有要求 例如說這樣一個想法 有要求協會哪時候要提出這樣的一個協議嗎 你們現在的那個時間表你們的想法 其實這個我們就可以馬上發文先請協會 可以先做了 對 就可以先做嘛 是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有沒有辦法在年底之前知道說 這個部分有哪多少的協會已經跟選手已經達成這樣的一個協議了 有沒有辦法 年底提出 年底前 我們可以 可以 好 那這個部分就請年底把已經達成協議的這部分的一個相關的一個協會的資料能力提供給我參考 好 謝謝 那再來呢 其實呢 這次我們提到了一個選手跟單向協會之間的一個關係 我想說有一個因素應該要考量的 就是說其實很多的運動選手他們都是職業選手 那我相信署長你本身其實都有在推動這樣一個職業化嘛 這也是你很重要要推動的一個工作 那其實這些選手他不只是職業化他還是國際化 所以他們在參加賽事的時候其實是有很多很多的一個考量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反觀的我們看到我們協會其實都是歷史很悠久的 他們的運作模式 形式風格是不是有跟上這樣的一個職業化 這樣的一個國際化的一個情形 那他們到底有沒有辦法跟選手做充分的一個溝通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 因為這次那個網球賽那個退賽的事件 其實他可能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選手跟協會之間的衝突有來也已久了 可是在這個部分我們看到說其實署長你在2014年的仁川亞運後 你就有來立院報告也提到說就是要針對教練延攬聘請作業的作業的這部分做改善 教練團默契整合以及所謂的選手的調訓跟徵召制度 這個是2014年其實你就提出的一個檢討了 可是請問一下從當時到現在 我們體育署到底有做了哪些努力 為什麼到今天這次風波還是不斷 應該這麼說啦 我們是訂了一個所謂的博樂計劃 博樂計劃裡面當然對整個教練的體系 我們有一個這個論述還有建構 但是對於整個國家教練制度的部分 因為牽涉到我們國訓中心 之後也和這個協會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部分確實是我們在建構這個博樂計劃裡面 沒有考慮到所謂在國家的教練制度的這個體系的部分 到底政府的強力主導角色或者是協會主辦主演的角色 這中間的這個拿捏的部分 我是覺得我們這個部分是沒有處理好 那這次可以處理嗎 當然這次的事件確實是我們在相關的規定 也希望要有一些這個改革 那在這個改革方案裡面也特別就是說 針對協會裡面他的教練的臨選 這個選手的選拔要建立一個制度 而且要成立一個專業的小組來處理這個問題 好 所以同樣的在你寫的這個改革的一個方向 其實一樣沒有拉時間表 對 這個時間 其實這些我們那個也已經 這個就是對於這次報告 我常常看到說好像我們要做要做 可是都沒有說哪時候要做到 因為我們這個監督輔導辦法已經這個都法規會討論通過了 通過了 然後10月7號會發布 那發布之後我們就馬上就是要這個來立即來執行 請協會來處理 好 那這個也是期待我們在不久的將來可以看到有更具體的一個做法 那最後呢就是提到就是說 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我們報告裡面都有一直提到說 要修正全國性體育團體輔導及考核辦法 就是要整個組織的那個制度化要放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部分我要提到一個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裡面的考核是定期或不定期 那請問一下到底有沒有在做考核 有 我們從這個去年開始就是 有比照大學的評定的方式來試辦 我覺得說如果是定期跟不定期 確實會讓你有疑慮 因為你這個還牽涉到說 你全國性的那個補助辦法 是要按照他的考核的成果來提補助的 可是你沒有去考核 你怎麼樣子來決定他的補助的那個金額呢 所以我會建議說不只要修正這個考核辦法 也要把補助辦法也要修正進去 如果他沒有考核的話 同樣的要在他的那個第四條第二項 要列入說他的組織有沒有公開化 還有有沒有產生過重大的爭議事件 都一併把它列進去 然後就作為那個補助的辦法 那個平和的一個標準 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 謝謝 所以這可以馬上修嗎 是 謝謝委員提醒 好 那如果修好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提供給我參考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接著請何委員 謝謝主席大家午安 我們請何署長 署長請 委員好 署長 是 其實剛剛喔 李立芬委員在講 不是那個考核辦法要修啊 是啊 我們體育署裡面的人也都要修啊 問題不在於那個考核辦法 問題是在執行的人 我想今天早上很多委員的質詢到的問題 包括奧運 我們是第一次參加奧運嗎 署長 不是 不是 我們參加幾次了 從什麼時候開始參加 1940 誰要來打個pass給署長 還是整個體育署都沒有人知道 1940 連這個都不知道 叫做說要把我們的體育政策 能夠規劃好 能夠執行 能夠好好的為我們國家 栽培人才 栽培國手 喔 我不相信 我光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沒有一個人來跟你們署長打pass 好 那署長 既然我們不是第一次參加奧運 為什麼這一次的奧運會引起這些渲染風波 而且是在你任內 署長 你有沒有自己自我檢討為什麼 是以前都沒有 還是說以前發生問題 都沒有人說 還是說現在網路太發達了 所以馬上一like馬上一po 就可以知道很多問題 還是是你的管理能力有問題 還是整個體育署的團隊有問題 不然請告訴我 為什麼這一次 特別是我們主席所定的多勢之秋 請你告訴我 為什麼 這些都是問題 這些都是問題 所以我要問你啊 署長你有沒有自我檢討啊 你剛剛說的這些都是問題 我剛剛講的都是問題啊 那你上任署長多久了 三年多 三年多了這些問題 我剛剛問的你一個都沒發現嗎 其實過去也是有 過去也是有為什麼你身為署長 過去這三年多你都在捆喔 過去這三年多你都在捆喔 我們還是有 署長你告訴我嘛 你給國人一個交代嘛 我們今天很多委員提到的問題 都不是今天才發生 署長 署長 今天那麼多委員提的問題 你第一次聽到嗎 當然過去也是有啦 你這三年多擔任署長 今天所有委員提到的這些 不管是教練的問題 選手的問題 人才國手的一個選拔 培訓的問題等等 這些你當署長三年多來 都是第一次聽到嗎 這些事件有些事件的發生 不是署長 理事你今天第一次聽到嗎 不是今天啦 也不是第一次聽到吧 有些是第一次 有些是第一次來 說來聞聞一下 剛才一個委員說的是你第一次聽到 是剛剛李立芬委員講的那個 金菜川起跑的事嗎 是嗎 署長你自己摸著良心講話啦 你當署長三年多了啦 光是本席 從上一任立委到現在 我們對於 教練制度的建立 我們對選手國手的選拔 我們參加各大國際賽事之前 的評估選拔 以及所有我們政府該準備的事情 我相信都不是今天第一次在提到 各個單向運動委員會的問題 也不是今天第一次才提到啊 剛剛黃國書委員 不是有PO了你們去考評的紀錄嗎 裡面也清清楚楚的講到 委員會的財務申報 與國稅局的資料比對不合 我還仔細看了那個年度 101年度 雖然你那時候還沒有當署長 可是 這是第一次聽到嗎 不是 你擔任署長三年多了 我相信也不是第一次知道 但是你有什麼作為 那你告訴我 你有什麼作為 沒有 你完全答不出來 要等到這一次的奧運 風波產生了 大家把問題點出來了 總統說話了 你趕快端出了一個 今天的一個報告 告訴我們說 我們內部行政院已經發布了 通過了這樣子的一個辦法 有修正了 而這個修正 非常的不周延 而這個修正 也沒有完全到位 真正在為國家 保護我們的國手 為國家建立所有的國家教練制度 也沒有真正到位在整頓 所有各單項委員會 會發生的問題 你不敢嗎 來署長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那三年多來 我剛剛講的你說 所有的問題都是問題 你給自己打幾分 我真的越講越生氣 請你告訴我 你給自己打幾分 就是不及格吧 不及格 你自己說的不及格 不及格你還留在這個位置上 你乾脆自己辭職算了 不是沒有給你時間 給你時間了 結果做到什麼 你自己自憑說不及格 好那我再問 剛剛也有提到 你也在回答其他委員 我們國家教練制度 跟我們的國訓中心 這個是環環相扣 我們自我期許要做得好 其他剛剛很多委員都是很客氣的 在拜託你 要求你 但是我真的要不客氣的問 署長 你剛剛完全沒有正面回答 如果你真的回答其他委員說 要建立國家的教練制度 我們的國訓中心很重要 那為什麼國訓中心的第二期 不打回票 剛剛你沒有正面的回答這個問題 署長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為什麼 基本上國訓中心的這個計畫 我們抱怨的時候 他們這個院裡還是希望把它分一二期 但是在之前我做的報告的時候 是把它整合為一期 但是新的政府他認為不疑 所以 所以你現在把責任推給新的政府說不疑喔 這個要講清楚喔 來 署長 那就要講清楚說明白 你之前提的報告 不管是全部整合在一起 或者是要分期執行 第一個你身為署長 你有沒有跟部長報告 你有沒有跟院長報告 他的重要性在哪裡 剛剛有其他委員質疑到 你們之前去做簡報的跟現在去做簡報的專業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是不是有誤導了部長誤導了院長 有沒有 你不承認嗎 沒有 你們自己做的不好 簡報做的不好 你現在跟我講說是新政府要求要分成兩期 署長 你剛剛說自己不及格啊 規格是嚴重的不及格啊 嚴重的非常不及格 那你有沒有信心再去爭取一次 當然這個我們是必須要積極爭取 要趕快的把國訓中心的相關的宿舍還有相關的建設要最快的速度 什麼進程 我們已經抱怨了 這次的抱怨什麼時候抱怨 7月中 什麼時候要再做簡報 什麼時候還要再拜託 要求 可以完成 國發會那邊 行政院要國發會10天後 要完成審核 10天後 所以你這一次有信心嗎 這次派去做簡報的人 夠不夠專業 下午要去國發會 我們下午會再跟國發會那邊溝通 下午會再去溝通 積極溝通 積極的 精準的 去讓我們的行政院 了解到國訓中心的第二期的重要性 不是整個五億多 是五億多還多少 五億多對不對 這個是明年原來今年的經費 是嗎 所以你今年剛剛委員提到簡列啊 我們看到的數字也是簡列啊 這個是 署長你的責任耶 你的責任耶 政府的延續性 是不分新舊 但是呢現在新政府 要的是你要有魄力 不管是在爭取預算也好 不管是在革新我們各單項文會也好 不管是在國家的教練制度 或者是國訓中心 或者是我們國手選手 各個單項 基層的培育 這種種零零種種 這個是給署長你的一個考驗 你剛剛自己說不及格 我說非常非常的不及格 那這個考驗 署長我再給你一點時間 你要怎麼回應怎麼做 我是公務人員嘛 本來就是在一天位置 絕對要把所有應該做好的事做好 你是公務人員 你是體育署署長 我還特別去翻了一下 署長你的專長背景 是管理耶 是領導管理耶 結果我剛剛其中一個問題 整個體育署的團隊 你是怎麼領導管理的啊 我真的是覺得非常的不以為然耶 署長 你剛剛說不及格 整個體育署團隊都不及格 應該是說我啦 特別體育署團隊同仁都很努力 體育署團隊都很努力 是 你身為署長自己自貧不及格 一個領導團隊的領導人物 自己都不及格了 那他的所領導的團隊會及格 這是什麼邏輯啊 署長你也告訴我 你告訴我啊 笑一笑就能夠避開所有的問題嗎 笑一笑也沒有辦法回應 國人對於體育署的改革的期待 署長 我今天很語重心長的告訴你 我們希望下一次來 下一次我不知道會不會是你來啦 我不曉得啦 但是如果是你來的話 起碼改革的這些 包括你的辦法的修訂 包括你的人事的調整 包括你未來怎麼對國人 肩負起我們要做體育政策的革新 還有國手教練等等這些制度的建立 要更積極 更有強制力更有魄力 以上謝謝 好接下來陳學生委員 主席 本位同仁還有各位練習長官大家好 我先請次長 來次長請 陳委員好 今天我為什麼在部長這個業務報告之前 會先排這個專案報告 主要我本身也是運動出身 我熱愛運動 當你看到一個運動員 在運動最高的殿堂 這個奧運上面 會選擇罷賽 那也有人因為有人罷賽 也失去了參賽的資格 你知道那是多麼痛心的事情 因為運動員是有他的黃金巔峰時期 他努力培訓 讓整個體能達到一個巔峰 就為了四年這個賽事 今年錯過了 四年後他的體能 可能沒有這時候那麼好 所以人生一轉身那個機會就沒有了 可是我們就讓它發生了 但我不希望今天的 我安排這個專案報告 最後是要逼退何署長 這麼小的一個議題 這不是我熱見的事情 我講我辦這個專案報告的用意 是為運動員 感覺到悲哀 那今天 雖然是專案報告 不是教育部業務報告 從次長 主密各司司長 到署長 連人事政風會計統計全來了 為什麼只有部長沒有來 雖然部長跟我請假 我會跟部長講說 專案報告次長來是可以 但是我希望部長能夠衡量 最後全部文武百官全到 全陪署長一個人 只有部長不到 部長有什麼重要行程嗎 雖然我轉了假 次長 部長為什麼會選擇不來 是怕尷尬 怕我們逼問他說 你要不要換署長 是嗎 還是因為對於體壇 多事之休 他還找不到答案 因為我們教育部各司司長幾乎換掉一輪了 但是署長今天 是不是因為部長擔心我問他 結果變成署長的去留變成很尷尬的問題 是嗎 所以部長選擇不來 這個可能是個誤會 因為我們收到的 我們教文會的一個會議通知的話 是說由督導的次長率隊 前來做專案報告 有 我有講過 我說次長來一般專案報告是可以 但今天我說文武百官全到 連人事政風會計主計全來 今天是部長一個展現決心的機會 也是署長今天做這個 一個期中考吧 的一個重要答詢 很可惜 我覺得部長錯失了一個 他對體壇表達 他的改革決心的一個機會 但我們還會有機會 但是第二個我要提到的 為什麼我們這一次 立法院會修私校法 原因有一個關鍵原因 是因為私校有接受政府的補助 所以我們才要求私校 在領取一定額度的補助的學校 要派公益董事對不對 為什麼 就是怕他只領了政府的補助 但是不接受政府的管理 所以我們在私校法修法裡面 為什麼要擺公益董事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有些私校 就利用這種機會 領政府補助 但是沒有家會師生 在其中商下 騎手 中保私囊 今天這個比喻 你用到我們體壇的單向協會 非常雷同 單向協會有些苦手搖門 做理事長的人 是找不到人接 因為一接就很辛苦 所以單向協會有的真的是很辛苦 但有些 你知道裡面的幹部 出國的比率 我們在座連立委都比不上 那出國是平凡 連我都非常訝異 但是選手的福利 卻是摳的 讓我覺得非常心寒 所以這是我一開始今天說 為什麼要辦這個專案報告 原因在這裡 接著我請署長 市長你可以先請回 是 署長我肯定你的能力 肯定你的付出 甚至在離岳奧運之前 你還生病 但是我覺得你今天的報告 確實點出了體壇的問題 套據我們體育署前署長 彭台霖所講的話 體壇的虛偽 需要用真誠來面對問題 你今天把問題點出來了 但是有真誠 接下來你怎麼樣去破除這虛偽 署長 我覺得 剛剛那麼多的藍綠立委 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加冕你 不是你能力不好 而是你真的是一個 與人為善的人 與人為善的人要大破大力 你點出了問題 但你下不了手 就像今天我很擔心 今天我辦這個專案報告 是不是被人家借刀殺人 讓你正好離開 但是署長 不要老是面對這個去流 說我是事務官 你要展現你的魄力出來 曾經有一個體育署的高階官員 為了到底能不能在奧運拿到金牌 他說如果沒有金牌 我爬體大爬一圈 你知道高體育的人要有大氣跟霸氣 你不能夠說我是事務官 我的去流長官安排 今天你就要展現出我的擔當我的負責 署長 我希望你能夠之所進退 不是不愛財 而是三年 你把問題找出來 你把那把刀交給別人 你把方法拿出來 但是讓別人去執行 這是我給署長 您的一個肺腑之言的建議 你能接受嗎 呃 我應該是應該是要這樣子的 好 謝謝署長 我不希望你被屈辱 因為你真的是奉利從功 非常認真努力 但是署長那個問題 真的就在於財務跟會晤 也不是所有的單向委員會 你需要全部你都去檢視 你可以照我剛剛跟次長講的 你就比照思效法 你選擇我們體育署 補助額度比較高的 用第一個一年補助超過500萬以上的 我就要監督你的財務監督你的會晤 這個財務裡面不僅是我政府補助的 包括它從外面企業募款來的 它的支用情形 我覺得今天如果署長你就今天會晤報告 你一開口就講 我這個體育署 就是要建構一個 以運動員為中心的體育署 署長 你後面講的話 就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你今天好像對單向委員會 你有一些忌憚 講不出話來 因為單向委員會跟我們之間可以一團和氣 也可以恐怖平衡 因為沒有單向委員會 可能我們沒辦法參與國際賽事 他可以用這個來威脅你 但是相對的 署長 你有法寶 你有上方保健啊 沒有你的補助他也出不了國啊 可是我們只有受他單方面的要脅 與許與求 最後我們只有乖乖給他錢 最後你跟我們單向協會 相處的一團和氣 但最後受傷的是選手 今天選手會跳出來罷賽 選擇這麼重要一個賽事 罷賽 你知道對於運動員來講 那是多麼傷心的一件事情 很多運動員在臨比賽之前 因為傷痛不得已退出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傷心欲絕 那是來自於他自身沒辦法去參與 因為生理出現了問題 可是今天是心理出現問題是 外在環境讓他不能參加 署長你知道嗎 對於運動員來講選擇罷賽 還有因為有人罷賽而不能參賽 那是多麼痛的事情 所以我在這邊真正的建議署長 你就從財務會務著手 這會務不難著手 我就請教署長 假設今天你卸任了署長 你要參加一個單向委員會 你能夠就拿身份證就去報名 你就可以成為會員嗎 那不一定 不一定是絕對不可能 你在裡面都點得很清楚 有很多人就借用他關係良好的 包括自己的子女 包括自己的配偶 變成一個封閉式的一個會員 團體 所以他可以決定他的理監事 永久換來換去做 先生做理事長太太去做總幹事 甚至繁衍出子單向委員會 孫單向委員會 他壟斷了整個團體 但你不得不靠他 因為沒有他 你沒辦法參加國際賽事 選手更是 讓我們覺得難過的原因是 選手如果不被單向委員會接受 即使你武功蓋世 一貫群人 你沒有參賽資格 連我們委員都有感受到 我們每次要請體育署 補助一些地方 比較好的團體 體育署都說只有兩個管道 一個尋地方政府 報上來 一個尋單向委員會 除了這兩個以外 署長難道你沒有能力去看到 有一些好的運動選手 好的非單向委員會以外的運動團體 你不能補助 你就死守那個法令 連我們委員都跟你講了 署長你有能力改嗎 沒有能力改 所以單向委員會就抓住這個管道 如果沒有我 你拿不到任何一點補助 你找立委來也沒用 為什麼 因為你甘心把你自己的武器交給了別人 所以今天為什麼我們要辦這一個專案報告 署長你把問題都點清楚了 接下來就要看你怎麼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署長我不知道你任期還會有多久 但是我希望你要展現你的魄力出來 剛剛當你談那個國訓中心 我都覺得署長你應該被換掉 為什麼 哪有2020年運動員哪有多少的青春 再給你等四年 每一年每一季就可以換掉多少個好的運動選手 您的國訓中心還要等到2020年 行政院成立一個行政院體育運動發展委員會 做假的啊 署長你應該去跟院長講 跟那個張正偉講 如果你不讓我國訓中心在兩年內完工 我署長不做了 因為你沒有挺我嘛 結果現在你變成行政院體育運動發展委員會的秘書處 署長不能這樣子 署長我不知道你未來還有多少時間 展現出一個霸氣大氣的署長 大家現在單向委員會挺你 喜歡你 但是喜歡不足以改變體貪 所以我希望署長 最後的時間裡面 你已經找到問題了 你就學思效法 訂定一個標準 比如五百萬以上 我就查你的財務 你只要一查 財務查了以後再查他會晤 你馬上大快人心 每一個人幫你叫好 選手叫好粉絲叫好 為什麼 因為你真的大破大力了 之後你可以沒有牽掛的離開 你可以這樣做嗎 目前已經在做了 什麼時候會看到成效 我們會把這個查核的結果會公佈 你有沒有限定金額 補助金額以上的還是全查 我們會分批 我這邊 明白跟你建議 次長聽好 一年補助五百萬以上的 列為重點查可以嗎 可以 好不好 在一個月之內給我們結果好不好 謝謝 我們現在請高經委員 有請署長謝謝 來署長請 高經委員好 好 書長 從何委員到那個我們今天的招委 其實他們兩個要講的話 正是我準備的資料 本席雖然沒有在現場 但是從一開始的委員 所為你的質詢 我都看在眼裡 書長我看到你都快哭了 眼眶泛淚 我相信你現在一定心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觸 剛剛陳委員講得好 你不是沒有能力 我看了您的資歷 師大教育 國小老師 國中老師 體育師長 做了兩年五個月 高教師長 五年四個月 然後再來就是體委會主委 然後體育署署長 所以你資歷是非常完整的 不管是在教育體系 不管在體育裡面 雖然你不是體育的出身 但是您在體委會也好 或者是現在的體育署也好 你待了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今天發生了問題 你看到了問題 所以署長不要告訴我們說 你是事務官 來去長官決定 你現在應該要有一個前提 就是把體育署的職位 現在的工作做好 把以前的弊病全部從你手上 修正好 然後你光光融融的離開 而不是現在退退縮縮的離開 你同意我的話嗎 好我現在更要點名了 你剛剛說你是不及格的署長 我告訴你不及格不僅僅是你 你的團隊更不及格 你雖然沒有能力 你的團隊懂得這個也到了很久吧 我們是不是一一點名上來一下 跟體育署有關係的幕僚請你站上來 今天不在嗎 署長 請站在署長的背後 今天署長在這邊被所有的委員質詢 與眾心長講的每一句話 請你們不要視聲示外 你們也是其中一員 我相信 站在背後的你們這些 恐怕待得比署長還長了一段時間 難道沒有把這些問題告訴署長嗎 還是你們有說了署長未未諾諾不敢做 所以署長我希望從今天開始領著你的所有團隊 好好的做大明大放的工作 而不是你一個人一肩扛 剛剛我們講到很好 今天我們所有的問題絕對不是你一個人問題 我相信所謂的個別委員 他絕對也有政黨傾向 很好 現在我們已經政黨輪替了 恰恰好就是我們大明大放的時候 我希望這個時候不要再讓其他的政黨的手 切入我們的體育 署長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以前的體委會是行政院 對嗎 本屬行政院現在體育署降級了在教育部 所以由教育部來管你們了 然後我要再問一個問題 現在行政院又成立了一個叫做體發會 我想請問一下 以後到底體育署你們的政策 是聽教育部的還是聽行政院的這個體發會呢 由張景深政務委員所領導的呢 跟委員報告 你能夠告訴我們大家嗎 那個體發會的成立基本上是在協助我們體育署 牽涉到跨部會必須要協調的 必須要讓我們的整個體育運動 很好你講對了他只是協調工作對不對 他並沒有辦法負責以後他要承擔所有的責任對不對 好我要請問一下 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跟打造運動導計畫 這個計畫 國民黨還在的時候 到現在九個月了 現在有六個 包括剛剛幾位 幾位委員質詢的 你知道這個業務就放在張景深的手上 一直不通過嗎 那請問一下署長 你要幫這個體發會承擔責任嗎 我們現在有多少個 不管是鄉也好縣也好 所有的這些計畫 通通都在張景深的手上 沒有拍板 然後鄉公所有很多的錢都下去了 縣政府就等著這個拍板 請問一下到底拍不拍板呢 應該不是張政委在處理啦 誰在處理 基本上這個是院有這個院的審查機制 那他不是要做橫向聯繫嗎 不是嗎 你在幫張景深講話啊 你剛剛還說 他是督導你們橫向聯繫的 所以今天這些計畫沒有辦法執行下去 你要告訴我們大家嘛 是因為這幾個計畫很爛嗎 還是因為以前的計畫 完全都不要執行了 那你總是要告訴所有的鄉長 所有的縣府啊 而不是在上面擺爛啊 不是這樣嗎署長 應該就是很快會合下來 多久會合下來 這件事情我上一次就質詢您了 從國民黨時期到現在民進黨時期九個月 還是沒有辦法去執行 到底裡面發生什麼事情啊 署長體育界你當然有責任 現在政黨輪替了之後 又弄了一個黑機關來 什麼提發會 要做什麼事情呢 好第一個體育行政優化 第二個鼓勵企業投資 第三個國際賽事接軌 第四個體育向下扎根 還有選手直牙的照顧 請問一下政武道上 以前體委會沒做嗎 現在的體育署沒做嗎 還要你一個所謂的提發會來這邊政策指導啊 然後完全沒有責任的 他只要一個東西一卡住 張政委只要一部批 所有東西都卡了 我請問一下署長 以後你還要做署長嗎 你還要負責嗎 因為你還有個底頭上 頂頭上司不是救育部啊 你的頂頭上司是行政院體育運動發展委員會 由張政委主導的 張偉 您剛剛所講的問題 的確是我覺得這是更大的問題啊 是嗎 所以署長不要一肩挑 在這邊好好講實話 未來的體育署到底聽誰的 如果你要一肩挑 麻煩也把這個所謂的體發會 以後會形成的問題 一一的點出來 否則你不是真改革 而是弄了一個黑機關 躲過立法院的質詢 因為張政委不可能來我們教育委員會啊 然後我們的內政部裡面 也不可能請張政委來啊 所以他就是一個太上皇 張政委何其偉大啊 他連國土計畫他都懂 一直到體育的政策他都懂 哇塞 這個政務委員全都包啦 然後還可以躲避我們立法院的監督啊 如果現在民進黨所謂的 所謂的改革 是這樣子的改革的話 我告訴你就是假改革 你只是放一個黑機關 讓立法院不能夠監督你 署長你要把這些話講出來啊 你雖然是事務官 你也應該不分藍綠吧 你這個署長是要一肩挑起 國民的運動 還有我們體壇未來在世界的發光 而不是跟隨政黨 在這邊倒來倒去 這些話也講給後面你們這些團隊聽的 今天既然我們的招委 在這邊排了今天的這個業務報告 我希望署長你回去 我也希望教育部的 次長也好今天部長沒有來 我剛剛點出的問題請你們也了解 部長不要以為說現在我們的體育署在你們 監督下面你們管理 但是你們上面還有一個行政院 還有個體發會 次長張正偉是什麼樣的角色我們都清楚知道 你能夠鬥得過他嗎 你的關係會比他跟那個蔡英文還好嗎 所以本系在這邊 真的語重心長的要提醒在場的所有的公務人員 我們不是為任何一個政黨工作 我們為的是台灣所有納稅人的人民工作 所以我一看到這個體發會很抱歉 本系就開始心裡面毛毛的 這是真改革嗎 看來不是 所以署長你是很善良 你是想要跟四方都交朋友 我們希望你今天回去之後 好好領著你的團隊 把你們真正看到的問題 把你們的專業好好拿出來 下一次我們要求招偉在這邊在排的時候 我們要看到你的成績 我們希望你們無所不說 無所不做 就剛剛包含我剛剛說的 未來體育署到底跟行政院的體發會 你們之間的進合關係到底是什麼 如果我們的體育署說要這樣子做 而體發會說不行 體育署能做嗎 看來好像不太不太行 因為你們所有的事情都是要經過體發會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署長 坐這個位置沒意思啦 你這邊提到的所有的改革也沒意思啦 今天所有在這邊的委員告訴你 哪一些我們看到的問題 你也無能力改嘛 署長是嗎 一定要 再給你一點時間 你來說明你的心情 我想 當然最近的這些體育事件 確實我們體育署在 針對於這些各個單項協會事件的處理 相關資訊的了解 也是不是很充分 也不是能夠 沒有署長我提醒您 在幾次在我辦公室 我們原住民要辦傳統射箭比賽的時候 您就一直畏畏諾諾 要辦比賽一定要跟什麼射箭協會合辦才能 我當時有沒有告訴你 憑什麼射箭協會 他懂得原住民的傳統射箭嗎 為什麼我們辦活動就必須要通過他們呢 我們讓相公所辦不行嗎 我們讓部落的協會來辦不行嗎 還好你有力挺我 所以現在原住民的射箭比賽全國的第二屆 你們也有人到現場去看了 然後告訴我說委員好感動喔 我們可以在裡面看到小孩子的射箭的天賦 我們也可以找到原住民的射箭文化 我們可以讓原住民的老老少少 拿到自己的射箭文化很驕傲的告訴大家 這是我的文化 那時候是你力挺的 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對這件事情我也要謝謝你 這就是剛剛陳徐宣委員說的 even我們立法委員在這邊大聲疾呼 希望你署長能夠力挺 地方上的好的體育盛事 就因為被各個協會把持 那個時候你就知道這個問題啦 這是幾年前啊兩年前吧 對嗎署長 所以不是不知道這個問題 而是我們不敢做 現在立法委員給你力量給你支持 希望你能夠做好好不好 包括體發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 跟你們之間的進合 如果未來還是由我們的體發會來主導 所有一切的話 我相信未來只有另外一個黑協會出現 不會有真正好的為台灣賽事 為台灣體育界的協會出現 署長請記得我的話 拋開政黨 為台灣的賽事 為台灣的體育人才好好的做點事情 這樣子你離開才是光榮的離開 好嗎謝謝 謝謝 好謝謝體育署的同仁 大家加油好不好謝謝請回 好我們接著請蕭美請委員 八分鐘不好意思謝謝 好謝謝主席 請署長 署長請 蕭美好 署長我想這些年大家已經聽到很多的檢討 那包括今天的討論 對於這些體育協會單向團體 單向協會的對資源的獨佔性跟壟斷性 大家已經詬病已久 我們都知道問題所在 那重點是要怎麼去改變 那怎麼去做調整 那我看到你們 已經有在研擬 像體育團體管理辦法 或者是國民體育法的相關的修法 那這個時程現在規劃是如何呢 是我們的那個輔導監督管理辦法裡頭 是10月7號就要把它發布了 因為法規會已經通過了 那牽涉到國體法的修正 他希望把這個有關體育團體列的專章的部分 我們是預定10月20號能夠這個抱怨 我希望這個時程上是一定要加快啦 因為大家對改革都有所期待 我們非常遺憾在今年的奧運 大家所關注的不是只有選手本身的體育方面的表現 而是這些其他的相關的資源的配置啦 這個教練選手關係啦之間的這些問題 所以這個是非常迫切要趕快來面對跟處理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體育團體它的存在 是用人民團體法的相關的規範 其實在人團法的本質裡面 你只要人數夠你就可以成立一個 在精神上不該是有壟斷的行為 可是變成到你們體育署在分配資源的時候 卻變成是有壟斷跟獨佔的這個現象 連其他人想要成立一個來抗衡 或者是更專業的相關的社團的機會 連這個基本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今天大家也討論了很多 我們已經不必再重塑這些相關現象跟問題了 但是重點是希望你們所提出的這個法案的版本 是真的能夠就問題而去做改變 真正的去做改革的 那署長你對你們這些相關的草案 現在是尚未公開還是可以提供給我們各界來做討論 來做這個公聽會之類的各界的參與呢 可以 因為我們希望說集合大家的共識 也希望說讓這些法和這個規定能夠更周延 既然可以 那是不是這些相關的修法工程的草案 是不是能夠提供給我們辦公室來做參考 好 那什麼時候可以提供呢 我們這個會後就可以提供給委員參考 好 那另外我們知道這個體育選手的養成 很多都是從小開始 所以來結合我們從整個教育體系裡面的 體育設施 體育訓練跟體育教育 是要做更好的結合 這是非常必要的 那我想這個時候也要請我們的次長一起上來 謝謝 市長 市長 我們署長也是花蓮人 也很清楚 我們其實東部是很多體育人才培養的搖籃 尤其是在一個好山好水跟很好的天然環境裡面所培育出來 他有非常充分的體育空間 但是這個再進一步如果要更精緻跟專業化 甚至是培養能夠有競技這個程度的運動選手 他就需要更專業的訓練以及養成的空間 但是在花蓮我們相關的空間是非常不足的 導致我們很多的體育人才是外流 像我們現在看一些全國性的棒球比賽 很多是西部的學校很強 可是他的選手都哪裡來 都是東部的原住民的小朋友 有跑到西部 因為為什麼他資源多 他學校環境他願意去支持 但是為什麼他要離鄉背井呢 而不能夠在原來養成他的這個環境裡面 讓他有更多元的學習跟成長的自信 甚至是原來的一個文化的環境裡面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要去探討的問題 那在東部地區除了許多的學校的空間不足之外 在整個升學的過程裡面也面臨許多的限制 例如說有的學校會設定 例如說你這個棒球隊只能遭受多少個學生 或者是到體育班甚至也來做設限 變成說想要留在家鄉 不是只是看外地資源更多 是這邊在地都設限了 那對於這些限制跟資源的不足的狀況 你們到底有沒有更積極的態度來去面對 因為這問題不是只是現在才存在 已經存在已久了 是 跟委員報告 那體育署它現在援你一個健全國內棒球運動環境裡面 有一環的話就是剛剛您提到的那個議題 我們非常重視就是說希望能夠在東部地區能夠成立的一個類似專區 我們需要健全的不只是棒球 是有很多的體育項目 可是既然市長提到棒球 很多的像包括我們職棒退休後回到自己的家鄉 願意回到偏鄉去 甚至用最低工資甚至是沒有拿薪水他也願意回去幫忙 可是我們的資源就是不足 讓許多優秀的願意回去當教練的這些 曾經在我們的國際體壇上面 曾經在職棒界裡面有非常好的表現的這些人才 他沒有發揮的空間 要帶小朋友去比賽 本來他的專業是可以來培養小朋友的 結果他每天為了錢 為了小朋友能不能吃得飽 夠不夠營養 去比賽要住哪裡有沒有錢 有沒有交通工具等等的這些問題在困擾著 可是我們一直從國家的角度來講 沒有做他們的後盾 一方面對於我們體育選手的出路 我們讓他看不到未來 二方面讓他在培養這些 更基層的這些小朋友的過程當中 心有餘而力不足 沒有後盾 是 所以 對 跟委員報告 顯然你們之前提出的這個 健全棒球運動環境的作為還是不足啊 是 對 如果就棒球方面我們有一個棒球優先區的一個計畫 那至於您剛剛提到的就是各級的這些運動的這些銜接 還有包括他的這個專任運動教練 防護員 這些的話都可以讓這一些 曾經在這個運動體壇上面發光發熱的這些選手 他其實他可以在退役之後的話 他還可以能夠貢獻他家鄉的一個機會 這個是我們也正在規劃的 我想運動員 你剛剛提到這個運動員出路是一回事啦 那我剛剛講的之前有關這個升學 從小他表現就很好 他願意繼續在體育領域裡面有所作為跟發揮的時候 我們目前的這個對員額設限的這個政策 你可不可以在這邊承諾做一個調整 譬如說只要他的資格符合 他有足夠的體育的天分跟條件 是不是體育班就不要設限 不要設名額的限制 是不是一些球隊也不要去設原額的 招生原額的限制呢 跟委員報告 那這一部分的話我想可能也有可能是地方政府 教育局處他們對於他該縣的 這個體育班的這個 班級數的一個設限 那這一部分的話我想體育署 你們是不是可以原則性的來做一個放寬的要求 我們可以跟他們來討論看看 來做溝通好不好 謝謝 那另外呢我們花蓮的這個東華大學 它是個國立大學 那在花師跟他併校之後 這個美輪校區的空間一直沒有辦法來善用 包括許多的體育設施 像游泳池已經擺在那邊好幾年 成為一個蚊子館蚊子設施 但是同時我們許多優秀的花蓮的年輕人 他需要訓練的空間 他需要去運動的地方 這些設施一直沒有辦法活化 已經成為在地人才訓練的一個很大的瓶頸 是不是你們可以積極的來看待這個問題 我從過去好幾任前任的教育部長 兩任部長開始就質詢這個問題到現在 還沒有看到我們中央政府 我們的體育署我們的教育部 有更積極的作為 好 這一部分的話我們會跟東華大學 我們是可以用了有個專案的角度來看待 包括目前有活化的部分是跆拳道 我們有前國手陳詩欣在那邊做得非常好 可是不是只有這個項目 我們有很多其他的空間 有很多的需求 我們青年體育人才的培訓的需求 讓他可以留在自己的家鄉 既然有空間而且他是閒置的 他已經成為蚊子館的 我們何不多花一點資源 好好的來整修他 來整理他 讓在地的體育人才可以留在地方來做訓練 甚至是有一些國家級的人才 他不一定要在左營訓練啊 他也可以在花蓮他那邊有宿舍有現成的 過去花師的這個宿舍有現成的空間 也可以提供非常好的環境 來做一些項目的訓練 像花蓮的射箭也很強啊 我們最近古風國小的這個射箭隊 全世界得到金牌 得到冠軍 曾經非常好 一個只有四十幾個小孩子的學校 有這麼好的成績 可是當他要再升到國中 就沒有相關的訓練空間啦 再升到高中在大學 你沒有辦法在地訓練的話 很可惜啊 我們這麼好的天份 這麼好的人才 是不是可以來正視這個問題 這個後續在地的訓練的空間 跟設施的活化的問題 另外積極的來跟東華大學 畢竟這個是要 這個不是小的經費 而且涉及到非東華學生 也就是其他的這些 各級學校人才的訓練的問題 也涉及到社會人士的培訓空間 所以希望我們能夠用更多元的 更綜合性的角度來看待這個事情 來跟東華大學好好的來談一談 看我們空間的活化 尤其是體育設施的活化 能怎麼造福我們所有在東部地區的 體育人才跟選手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文 我們會請體育署跟高教師 一起來找東華大學來討論 好 謝謝 好 我們接著請許藝人委員 主席好 我請何署長 署長請 請問一下您在體育界服務多久了 總共就是不只你當現在署長的這個期間 您進入體育界多久了 我從小學老師就開始當教練 田徑教練 手球教練 然後之後在台北縣政府體健課 之後再當體育師 好 那您掌管這個體育的機關有沒有十年了 就是有參與這個行政的部分 還有理解這個政策的部分有沒有超過十年 應該是超過 應該超過齁 署長我今天看到這個報告啊 最近體育的事情已經是全民共憤 而且是人神共憤 我今天看到這個報告啊 這個不是十幾年來 台灣一直在發生的事情嗎 你今天跟我說 現在才要改 那請問一下過去的十幾年 台灣在搞體育的這些官員 是幹嘛 搞屁的嗎 你現在這些問題 都不是今天這一次的奧運 這一次的單向協會 所發生的問題你知道嗎 每一天有多少的體育選手 在受到這些困難 在遭受到這些不平等的待遇 我今天問你一句話 你到底是要保官 還是要真正的改革 當然是要改革 好你把你 團隊裡面 負責單向協會經費的人找上來 今天有沒有過來 有包括亞奧運的 全部都上來 還有非亞奧運的 我問一下 體育組一年預算多少 今年是97億 有多少錢是直接補助給單向協會的 這個 年度計畫 一億多 一億多 去年補助了多少 你要我把那個表格列出來嗎 你們會很難看喔 怎麼那麼久 這不是應該你們準備的資料嗎 到底這些補助裡面 有沒有私相授受 六億多 總共是六億多 六億九 六億九 是 九十幾億你六億九補助給單向協會 好我一個個來問 單向協會 有人 有選手跟我陳情說 單向協會幫選手募款 然後要抽回扣 要選手開發票給單向協會說 募的四百萬要開一百萬的發票給單向協會 你知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 你要我點名是哪有單向協會嗎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有多少選手 遇到這種問題 他不敢講 為什麼 選手看到單向協會的人 要叫長官 請你跟我講 就是因為單向運動協會他們 針對於代表國家參賽 他們是唯一的窗口 好 這就是我說的大問題 今天 你有沒有決心要改革 就是在於 你有沒有決心要斷了單向協會的筋脈 你有沒有決心要好好的 把這些單向協會全部整理一番 如果你可以這樣做 全台灣會幫你拍拍手 財務公開化 或者我們針對於各個單向運動協會的 相關的財務查核 會計師簽證 我們都會去做 我剛剛跟你說的啊 選手 叫單向協會幫他募款 要開發票 還要開的是服務費 所以這些不合理的 可能我們也必須 這些選手 今年都在我們的奧運裡面比賽 你讓我們國家一流的選手 給回扣給單向協會 你有沒有改嘛 你不要說你管不到 錢是你們撥的啊 真的有這種情形 確實是不遺的 不合法的 好 署長 我這邊 非常非常痛心的跟你說 你一定要改 而且這些東西如果不改的話 台灣的體育 永無明日 不管我們再打多少錢下去 永無明日 最慘的是 體育選手 可能唯一靠體育 要養家活口 然後 單向協會看到他要叫長官 這搞屁啊 你有遇過這種狀況嗎 你剛剛也說到 單向協會是唯一的窗口 我們可不可以讓 你2017年編的所有的預算裡面 全部都是公開透明 對應該是 你的報告裡面 你也有寫到 運動單向協會利益迴避的問題 你要不要去把它揪出來 哪些人 是所謂有利益結構關係的 當然我們是希望 協會他們本身就是應該要這種自律 我們 目前 是沒有去全面清查 那你要不要去全面清查 但是 現在有多少單向協會 要看 不用說嘛 就是 之前報紙也有寫啊 這 奧運的包機都是哪一家旅行社做的 這不用我點名嘛 然後他是誰 這也不用我點名嘛 大家都已經受不了了 台灣的體育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署長你是一個體育人 拿出體育精神來做事 你不要害怕 所有人會站在你這邊 我不曉得大家在怕什麼 單向協會那個負責編預算的上來 今天有來嗎 補助的部分我們是 看競技組 這個是亞奧運 非亞奧運項目是全民組 好 請跟我講一下你們補助單向協會的邏輯是什麼 然後 最高補助金額是多少錢 然後你有沒有聽說到 選手透過單向協會募款 要回扣給單向協會的事情 報告委員我們大概有分年度計畫 那年度計畫會依照 等於是去年度的一個經費的一個百分比 然後再來就是 他的一個考核 還有他的業務 當年度的業務狀況 每年每年國際賽的業務狀況不一樣 那我們補助的一個範圍 補助的範圍 大概就是主辦國內的 在競技方面 補助國內的一個賽事 或是以利訓練 或是賽前訓練 或是國際參賽 這樣的一個經費 你這些單向協會裡面 有沒有選手代表 學會裡面的人 有沒有是選手代表 學會裡面 就有沒有 有沒有是從事這個運動的選手嗎 還是沒有 是指李監事的這個部分嗎 無論是李監事或是會員成員 會員的部分應該也都會有 我現在要你好好的去清查 你所有發出去的預算裡面 我今天在今天這個國會直播 我鄭重的講 如果再讓我有聽到 選手透過單向協會募款 還要給回扣的事情 我剛剛說的數字都是真的 400萬要給100萬 我跟你講 這真的 我們國家不容許這個事情發生 你們都會有事啊 你知道嗎 我不相信 這十幾年來 你們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我沒有被告知過 沒有聽過 署長 你今天提出來這個報告 我非常予以肯定 我希望你認真的 而且好好的去改革 就像你說的 現在名氣可用 你好好的把這些事情做好 我跟你說 在別的國家 運動員是資產 在台灣運動員是消費品 用完即丟 而且出國比賽 我看到那排球選手 轉了三四次的飛機 然後還要做那個沒有冷氣的巴士 這個不是一個國家對待他國家對選手應有的態度 署長我再次強調 你是體育人 拿出體育人的氣魄 還有體育人的精神 好不好 最後我有一個要求 在偏鄉的棒球啊 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有的教練 很多都是代課制 現在如果政府 要編列所謂的棒球發展基金 可不可以好好的 讓偏鄉的教練 可以有一個專職 專任 甚至於是約聘的這個工作的保障 不要這裡代課一個小時 那裡代課一個小時 這樣對選手的發展 還有他們的教育都非常的不好 在這部分 署長可不可以來去承諾 我們基本上在明年度的預算 針對專任運動教練 是有增加了 那我們會針對這個部分 去做一個檢討 那如果 當然我們這個 他的項目 或者是這個人數 我們都要做一個調配和選擇 那如果有這個可以做完成 這個委員所提的這個 我們一定盡力去完成 好 謝謝 謝謝 跟委員會報告 因為 待會兒書長要 有一個重要賽事的協商 要離開15分鐘 那我們在徐真偉委員質詢之後 我們就休息15分鐘 所以先跟賴委員 先致歉一下 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 費洪泰委員 費洪泰委員 費洪泰委員不在 請蔣萬安委員 蔣萬安委員 蔣萬安委員不在 請曾明忠委員 曾明忠委員 曾明忠委員不在 請陳怡民委員 陳怡民委員 不在請 劉兆豪委員 劉兆豪委員 不在請 盧秀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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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請 黃偉哲委員 黃偉哲委員 不在請 鄭麡彭委員 鄭麡委員 不在請 徐永明委員 徐永明委員 不在請 林俊憲委員 林俊憲委員 不在請 陳奈樹美委員 陳奈樹美委員 不在請 林立場委員 林立場委員 不在請 我們請廖國棟委員,廖國棟委員,廖國棟委員不在,請陳厚珀委員,陳厚珀委員,陳厚珀委員不在,我們請林德福委員,林德福委員,林德福委員不在,我們請徐珍衛委員,在徐委員質疑之後,我們休息15分鐘,好不好,謝謝,跟廖委員致見一下 主席好,麻煩請我們的政務次長 市長請 我們和署長休息一下 署長好,因為這個議程臨時改變,但是這個教育還是百年大忌,所以在這裡本期還是要強調一下,百年大忌,那我們的教育培育出來的人才能不能適應未來10年20年 好,這是長期的培育,所以在教育的理念上,可能我們教育部真的要引領我們所有的這個大專院校在做培育人才的部分 那上週啊,這個世界大學排名權威的這個英國《泰晤時報》,又開始做這個評鑑了 台灣,我們的大學的競爭力是一直,名次是一直不斷的往下掉落的 所以在這裡,我們現在本席在這裡,因為準備的資料是有關於我們的整個教育體系的部分 所以今天我針對這個機制教育的部分,來跟我們的正式討論一下 我們台灣現在的機制教育的部分,很簡單的講 這個9月21號本席跟我們經濟部工研院在花蓮,對於我們這個花蓮高工,花蓮農,花蓮農校 以及某花商的部分有做的產官學,還有這個整個連結 為的就是讓培育我們的孩子,學習到最簡單,而且為了迎接未來的競爭力 所以讓工研院來對我們花工以及花農的孩子,做未來競爭力的培訓 那對於這個部分,現在只是一個初階的階段 所以在我們建教合作的部分,還有產官學合作的部分 是不是希望我們的正式能夠來支持 是,這一部分的話我們非常重視 好,權力支持嗎 好,那現在有一個問題,可能就要請正式了解一下 現在台鐵啊,它的人員是長期不足的 我不曉得您知道這個嗎? 當然我知道您不了解台鐵這一塊 可是因為台鐵,因為它人力的不足,所以它需要建教合作 那當然它也跟這個交通大學成功大學 馮甲大學,台灣科技大學 高中職的部分跟花蓮公校 台東這個專科學校,附設高職的部分 以及我們清華就是有一些學校做產學合作的部分 這個去年簽的約,然後今年暑假要開始 大三升大四,高二升高三 暑假要進入台鐵 運務段公務、機務、電務 四個部門來做學習 而且是四個月有薪水的 好,那這個今年九月,今年暑假要開始做 可是呢,現在花蓮高公收到教育部 貴部的一份公文說 這個因為安全為理由,所以不予支持 不曉得我們的政次您知道這件事嗎? 建教合作是讓孩子們學習有希望 對他未來人生的方向是確立的 那我們的教育部為什麼給一個文是不予支持呢? 請問部長您怎麼看? 跟委員報告,這一部分我不知道 不過就我所知,其他地方的話都有高公 甚至普通高中都跟附近的產業做這樣一個建教合作 部裡面的話都非常支持 所以這一部分可不可以讓我們來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所以是不是重新審議呢? 因為現在花蓮高公已經收到了這個文了 所以你是不是重新審議呢? 讓這些孩子他的學習是有希望的 有願景的 因為他們都在準備了嘛 是,這個我們應該會支持才對 第二個,謝謝 好,謝謝 那請我們的何署長,謝謝 徐委員好 署長好 首先啊,剛才聽了我們高經委員提的 講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道理 我們的這個體育署啊 到底您能不能為未來國家的體育長程的規劃 主導權是在您還是在我們的體育署還是在我們的體發會 目前整個體制,體育署是正式的 那個體發會它只是 當然 但是,您可以做主導嗎? 您有信心做這件事嗎? 還是,如果您沒有信心 那我就不用再問下去了嗎? 基本上,體育署本來就要負責整個全國體育事務 政策的發展 對不對 好 所以您有信心可以這麼做 是不是 好 不要讓自己的責任 這個自己站在這裡當這個炮灰 然後人家在後面 作想其成 他是在協助我們體育署跨部會的 也剛才各委員會 各個委員也都說這個單項的部分被壟斷 或是被獨佔 他整個是這個 整個裡面的內容 相信我們的署長也都知道 好 那現在對於保障我們運動員 還有我們的國手的未來 在這裡有一件事情 給我們這個署長參考一下 是 這次現在就不講我們禮樂奧運 那些的事情了 我們現在實際面來參考一下 原明會 對於原住民的國家的選手 退役的選手 他有一個方案 就是他一年補助專業教練 一年 到重點學校 這樣子他的薪水是固定的 這是對於退役我們運動員的部分 是一個尊重 而且他們的專才就是在運動 他們的強項也是他們在運動 所以原明會有做這個部分 另外原明會還有一個計畫是 培育偏鄉地區原住民的這個學校 對於我們的學校的孩子們的球隊 裝備的補助 還有整個一年度的補助 這個部分給我們的署裡面當參考 那因為他是要保障原住民族的部分 但是我們的體育署對於我們退役的運動員 有任何的培育嗎 我們其實從現在我們也正在擬定一個優秀運動員 執雅發展的一個方案 是 好 我們在這個方案裡面 運動員生涯規劃及轉職輔助計畫 對不對 但是我們轉職輔助計畫 我們想想看我們運動員 從小到大到出去亞運奧運 通通都是他的運動專才 你現在要輔導他去賣牛肉麵 輔導他去做什麼 那是他的專才嗎 我們國家從小培養到 國家級的選手當他退役的時候 我們卻沒有保障他的工作權 所以我們現在新規劃的整個方案裡頭 會更多元化 包括我們未來要推動國民運動指導員 包括我們會擴增專任運動教練的名額 包括我們現在針對於運動採券的經銷商 我們會讓優秀運動員有優先錄用的機會 所以這些名額或者擴增的 我們都是以我們的運動員作為優先錄用的 了解 但是我們在做專業教練以及 或是到學校去約並雇老師 我們真的不要去壓縮到所有的體育老師 因為體育老師他是必須有教育學分 我們但是我們對專業教練的部分 是可以給予我們退役的國家的選手 去做這件事情的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就培育他的專才 真的善用他的專才 善用他的資源 而不是像我們剛才許醫院委員的 用過幾丟 拋棄式 太可憐也太隔壁 保障我們這個國手 退役之後能生活能安定 這才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否則光輝過後 他的人生是黑暗的 真的是太辛苦也太可憐了 在這裡體育署真的要重視我們的體育人才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我在這邊做個議程變更的建議 剛剛賴日文委員他說他下次再質詢 但是怕影響其他委員 那也怕影響其他委員的時間 所以署長你先離開15分鐘 在這時間我們先處理臨時提案 臨時提案先宣讀 好不好 然後15分鐘之內 如果有其他委員來要質詢 我們還是給他時間 好 那我們現在給署長15分鐘時間 請醫師組同仁現在宣讀 七個臨時提案內容 好不好 謝謝 臨時提案第一案 監察院審計部的2015年最新報告 體育室換修國家代表隊的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自2001年開始規劃 迄近歷史15年 但整建計畫居然只完成十分之一 本案歷經監察院兩度糾正 就其原因在於先前為外 設計規劃一再更換 執行有以不定 政黨輪替及首長更替 以致沿路重大計畫制推動 查體育署106年度預算書 有關國家運動園區 整體興設以人才培育計畫 建議編列任何經費 不僅提議署所謂建構選手優質訓練 環境輪流空談 且以選手和教練這位相關的宿舍 餐廳和生活別姓等 設施將嚴重延當 為給予2020 東京奧運前提供 國家代表隊進駐使用 恐令體育界深感失望 因此加速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興建 完工時刻不容緩 事實上 本項計畫一與蔡總統的 改善場館符合國際標準 發展國際及運動社會園區等 證件相符 經會避免體育署重蹈監察院糾正的覆策 建請教育部將 本案規劃過程及計畫內容提送 行政院體育發展委員會 進行跨部會溝通協調與進度列管 並由行政院或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邀請相關部會實地視察 以協助將相關 經整件經費回歸於連續公務預算籌編 以避免化行政審議流程提高決策效能加速推動執行 讓落後臨近國家40年的我國 競技運動培訓及國際賽會環境 能有改變的契機與起點 提案人委員柯智恩 陳學勝 聯手人委員 吳智陽 事長沒有意見 好 那我們待會一起通過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先把文字先整理過 好 現在第二個臨時提案 第二 花蓮教育大學與東華大學合併後 原校區又稱東華大學美人校區內的體健設施老舊 使用率低 造成國家空間資源閒置浪費 常為人詬病 另一方面 花蓮是我國體育人才的搖覽但卻常聞 花蓮學子尋覓不到符合比賽標準的設施場所來進行訓練 兩相對比 匪夷手師 岂不怪哉 原始 進行教育部協同相關部會單位清點校區內體健設施 並以花蓮指定擅長之體育項目為首要目標 進行相關設備場館之活化工作 提升標準以符合國家對之需求 活化或之場館 除了在特定時段供國家隊遺地訓練外 亦能在平日公寓地區居民學生使用 以其達到活用國家資源促進體育發展的目標 提案人 委員 何欣淳 黃國蘇 宋嘉賓 蘇巧惠 蕭美琴 提案委員不在 但是我們三位都幫他聯署好了 好不好 OK 好 那交給另外兩位還有本席聯署 好 我們第三案 日前尋常園宣布奠定體育發展這基礎 其中項目包括體育相殺雜根和選手指引照照顧 然我國迄今為針對選手指引照照顧有完善規劃 僅以訓选賽輔獎制機制須不完備之處 原提案要求體育署針對我國運動人才製培養提出完善規劃 其中应融合训险赛服装之措施 并区分顶尖运动员与职运动员之辅导机制 考量及就学、就业之生涯辅导机制 各级赛事之后勤机制 运动经济人才培养与美和机制 运动科学之推广与杂根教练培训与在职训练机制等 就全市项目予以同盘检讨 定于三个院内向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提出报告 提案及联署委员何欣纯张廖安坚 黄国书 吴思瑶 许志杰 宗嘉宾 你第一分 第三我们也先通过 第四案 第四案 我国体育运动发展迄今 上午专门之运动科学中心 社会体育署办理运动科学研究及发展奖励 补助相关研究与刑事法人国家训练 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顶尖运动员与运动科学顶尖技术人才培养与运用 然而选择不足 相关运科小组系邀请体育相关练校系所的教授 医院之专业医师 物理治疗师 影响师等所组成 然而其任入性编组不利 经验之累积与原始性 就其与教练 选手之沟通合作 意系任入性编制 此外 前开运动科学多属顶尖运动人才适用之之 询合作机制训练乃至全民运动之推展 事实上亦有搭配科学运动之需要 坊间多传出自行健身之运动伤害等系运动科学推广不足之必变之一 原提案要求教育部针对运动科学之推广结合各级学校与全民运动推广成立专门之运动科学中心之可能性 与一个月内研议是并送本内交易及文奥委员会 提案继联署人委员何欣存 张六万坚 黄国书 吴思瑶 许智杰 钟嘉宾 李立芬 教育部 有没有 好 没意见 谢谢次长 那我们就先暂时通过好 下一案 第五案 改革体育 扶植运动产力发展必须有效解决体育资源之患寡及患不均问题 其中 患寡部分 除提升体育预算外 必须提高民间投资开辟多管旗下的裁员广纳企业与个人捐助 患不均部分 则应透过制度设计及法治健全 降低中介组织各单向协会拒绝垄断的机会 鼓励民间资源可直接捐助于个别运动员或学校体育组织 特提出以下建议 请体育署进行检讨 一 提高监督改革单向协会之财务纪律问题 二 广用政策工具 开辟体育运动裁员应多管旗下增进公众投资 三 修订运动产力发展条例 付与个人捐赠 体育事业得享 税负 优惠之法源 四 提升体育运动赞助 资料库 媒合平台执行效率 有效 媒合个人或企业捐助与个列运动员 我会集中与部分明星运动员或个别单向协会 提案人 委员吴思雅 连署人 委员中嘉宾 何欣纯 高路遗用 李立芬 张六万坚 没问题 好 那我们先暂时通过 好 下一案 第六案 本次美机台风停班停课 民调显示 过半民众不支持补班 但亦有相当比例的民众支持补班 天然灾害停止上班及上课作为办法 并无管理补班的相关规定 但补班关乎于行政效率 亦是行政机关维持效率的显向之一 但这茂然补班 则可能挤压公司业的正常假期 是不对于补班也不得贸然为之 能应有其配套措施 原此请教会部对于学校补班补课的 相关智慧提出可能的配套措施 并以一个月内向教育及文奈委员提出 书面报告 第二人 委员中嘉宾 何欣纯 黄国书 吴思雅 李立芬 张六万坚 报告主席 所以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建议把补班删除 因为补班的话是属于人事总处的业务 这一点因为中委员刚刚咨询提到补班 他主要是提到老师的部分 就是老师要不要来 因为这里面也有那个 那其他的委员有没有要带中委员来表达意见的 就是把补班拿掉 可以是 好 那就同意 照修正 照修正再次通过 好 最后一案 第七案 针对本次美西台风停班停课 因部分县市仅公告停课半天 造成家长接送上的困难 也造成教师以民间对于是否 余力以停班全天为标准 而不停班半天的正义 然而余力停课半天 能有其他对于学校行政人员 教师家长造成困难的可能性 事故是否要采行余力停课 全天能需就学校行政人员教师家长的因件 进行考量和停班停课是否同步一关乎 家长接送与教师学校行政人员工作 原此请教一部 一个月内提交各级学校家长教师校长 进行管理停课全天半天 停班停课是否同步的一件普查 并向教育及文奥委员内提示书面报告 提案人委员钟嘉斌何欣纯 王国书章调万间 吴思瑶李立芬宣读完毕 报告主席 这一部分的话可不可以我们针对直辖市 还有县市进行调查 那在倒数第三行这边 对各级学校家长教师校长进行 官 这几个字先把它删掉 就是对于停课全天半天 和停班停课 是否同步的意见调查 这边的直辖市 还有县市的意见调查 可不可以先进行这样的修正 我们提案委员有没有意见 还没唱 还没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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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共和左期 很大的谈性調整空間 我们现在 继续在宣读 cái一个 直循的排序哦 奈斯保委员 奈斯保委员 不在請 陳明文委員,陳明文委員,陳明委員,不再請鍾孔昭委員,鍾孔昭委員,不再請陳廷菲委員,陳廷菲委員,陳廷菲委員,不再請江啟成委員,江啟成委員,不再請于婉如委員,不再請賴瑞榮委員,不再請孔文吉委員,不再請簡東明委員,不再請黃昭順委員, 黃昭順委員,不再請周辰秀霞委員,周辰秀霞委員,周辰秀霞委員,不再請克拉斯委員,不再請羅明財委員,不再請尤美女委員,尤美女委員,不再 報告委員會,今日登記質詢委員均已發言完畢,另有馬委員,文均,黃委員,昭順,林委員,俊炫提出書面質詢 關於今日會議座如下決議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所提書面質詢列入記錄並刊登公報 三,對於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於兩週內送交個別委員基本委員會 但委員另行指定期限者從其指定 關於臨時提案部分,剛剛我們都已經宣讀,而且也修正過了 請教提案委員還有教育部有沒有什麼補充意見 如果沒有補充意見,我們今天七個臨時提案都照案通過 各提案委員如果有委員補簽,請醫事演員詳細登載在議事錄 報告委員會,今天議程處理完畢 謝謝署長,也特別跟署長講,今天整個專案報告不是針對你的去留 但你對你的未來應該也很清楚 自己要有所承擔,也要有大波大力的精神 更希望對於體壇都知秋,不管是體育署、教育部還有行政院 要拿出魄力,還是以選手作為我們最大的中心 好,那我們現在就散會,謝謝各位 好,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好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